我們現在繼續上課 剛剛下課的時候 有朋友來問我這個管制的問題 就是說有在說 如果我下個管制是15塊錢的時候 他問說 既然需求的有2000個人 為什麼賣家只願意賣1200個人 那我再跟大家再說明 就是說這個供給線表示說 在其他產品店的情況下 給定不同價格 賣方願意錢能夠購買的數量 所以你可以想像 這個供給線背後代表很多廠商 就是說 供給線為什麼會正協率的呢 這個我們在後面供給的部分 我們會仔細的講 這個後面跟廠商的成本原則有點關係 可是你可以換另外一個角度來說 這個角度可能比較簡單 你看 我們照廠商的成本決策的時候 我們會再講 這個供給線貿易的跟廠商的那個極大化 他自己的利潤有點關係 如果說今天價格所有15塊 對他來說 他就是賣1200個 對他來說最有利 他不會願意多買 他不會願意多買 這個後面是這樣的一個故事 所以15塊的時候 他就只會賣1200塊 你可以用這個角度來想 那你也可以用另外一個角度來想 另外一個角度來說 可能比較簡單 對我們來說 現在這個階段來說 可能比較簡單 你可以想像說 市場上有很多間三明治的供應商 三明治的供應商 各家的生產效率都不一樣 生產效率好 他可以用比較低的價格在賣 生產效率不好的 他必須用比較高的價格來賣 所以你可以想像 當價格限制者賣15塊錢的時候 市場上那些效率比較不好的廠商 他能不能在市場上存貨 不行 在這時候就只會有那些效率比較不好的廠商在賣 每間廠商 你想像說他的生產能力有限 他生產能力有限 你要他多賣的話 可以 他就要付加班費 他付加班費 結果他的成本會上升 所以15塊的時候 他可能也不會願意 也不會願意 所以如果第15塊的時候 限價15塊 現在供應先跟我說 市場只有願意供應量是1200 你可以這樣講 這時候就是只有那些效率好的廠商會出貨 那效率不好的 他當然就不會願意來 結果就是 市場上供應量就只會1200 排隊的人有1000個 那大家排隊排半天 就會有800個人最後的難道 你這種情況下 主要是價格上漲 價格上漲後 沒有效率的廠商就會慢慢陸續進來 所以陸續進來後 價格上漲陸續進來 那供應量才會增加 供應量才會增加 所以價格管制有些時候 它就會造成這樣一個現象 造成這樣 市場上願意賣的人不多 你如果管制一個 這個 我們說這個價格天花板 就會不多 就會賣的人就不多 價格上漲後 願意賣的人就會變多 賣的人就願意變多 供應量就會增加 如果是有超級的廠商就會把超級的廠商消耗掉 OK 好 所以這樣子解釋OK嗎 希望能夠幫助大家理解 那供給就問 為什麼是正學律的呢 我們會在 廠供給的部分 大概就是下下個禮拜 下下禮拜後 我們會來談這些問題 談這些問題 所以有沒有其他問題 關於這個 沒有的話 我們接下來要來講彈性 好 需求彈性是什麼樣的一個概念呢 我們先從一個簡單的問題出發 這個問題是這個樣子 我相信各位可能在高中的時候 都有在原油會上賣過紅茶 賣過紅茶可能有賣過 有沒賣過 Anyway 想像你現在賣的是紅茶 我們不要講說原油會紅茶 想像你比較高漲 那個先查到 你是先查到的老闆 再賣那個綠茶那邊 綠茶一杯二十塊 綠茶一杯二十塊 想像你是先查到的老闆 你現在賣綠茶一杯二十塊 那想像說你一個早上 你一天一個早上 你可以賣掉 一個早上賣幾杯 沒關係 我們做假設 假設說你一個早上賣五十杯 五十杯紅茶 然後呢 假設你是那個輕者 一天賣二十杯 一個早上賣二十杯 你可能對這個數字不滿意 不滿意 你說這個賣的數量太少了 那通常 我們那時候在談需求線的時候 需求線我們說是 其他可能不變下的話 價格跟這個買方的需求量呢 需求量能成反向變動關係 你可能會覺得說這個東西不一定volume 你在高中的時候也知道 做生意的人都知道 我如果東西要賣得少廢話 我到時候要砍價 可是我要跟你說 在食物上 你要把東西賣多 你知道要砍價 可是重點從來不在這個地方 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 就像我剛剛跟你講的 你現在是先查到的老闆 一杯女常賣二十塊 一個早上賣五十杯 你可能不滿意 通常大家直接的聯想到就是 那麼好就打折 對不對 很多做生意的人 對這樣都不滿意的時候 第一個想到就是直接就是打折 可是我要跟你說 打折不是永遠都是最好的策略 我知道供給跟需求是反向變動關係 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 我價格砍下去 需求量就會增加 可是重點的問題從來不只是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 如果你說你現在這個東西不滿意 然後你直接做法是什麼 打九折 買一送一 買一送一的話就是打到五折 那我說打九折 打九折就變成十八塊 變成十八塊 那我為什麼說 通常重點不在這裡 我知道打九折十八塊 東西會增加 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 可是問題的重點在哪裡 問題的重點是 從來都在 會增加沒有錯 可是從來都在增加多少 從來都在增加多少 如果我今天打九折 我一定知道 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 比如現在拿到旁邊是什麼 清律 在過去點有五十蘭 如果清律跟五十蘭同樣跟你打九折 那of course 你這個量不會增加 可是如果清律跟五十蘭沒有打折 只有你打九折 有時候也不見得你要做這個事情 為什麼 你知道如果五十蘭跟清律都沒有打折 對 你打到十八塊 價格會 數量會增加 可是重點在增加多少 如果它增加到五十二杯 請問你該不該打這個折 不應該 為什麼 價錢比較少 P乘以Q會比較少 對 如果你一杯拉二十塊 賣五十杯 一個折到你是賺多少 你是收入是一千塊錢的 如果你打九折 結果它只增加五十二的話 你收入會是多少 你會小於一千塊錢啊 對不對 你會小於一千塊錢 可是如果你打折下去 它變到六十的話呢 好像要變到六十杯 請問你要不要做這個事情 你就要做這個事情 對不對 你如果增加到六十倍的話呢 你就會增加大於一千塊錢 對不對 你的增加量就會大於一千塊錢 所以 我今天說要打折總 總的來說不見得是好的策略 不見得是好的策略 我記得我去年還是前年有碰到一個EMBA的學生 EMBA的學生在公司的時候 EMBA的學生在百貨公司 做百貨公司的 反正就是負責行商那邊的 他就問了一個問題 跟這個問題是類似的 他就說 台北的百貨公司 他在台北的百貨公司做 台北的百貨公司呢 這個每年到冬天都會做週年慶 週年慶都會大打 那從以前到現在 每年都會做週年慶 可是做到後來呢 很像變這種業界的習慣 可是他做到後來 他就開始在想這個問題 他就說 我做這個週年慶到底有沒有意義 他就說 做週年慶呢 他很有可能會有兩個效果 第一個效果是這樣子 第一個效果是你做週年慶 你在冬天做 因為你每年都會做 所以秋天的人就知道中天會週年慶 所以你在買東西的時候 你都有這個 你爸媽大概都會有這個經驗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百貨公司 中天會打折 所以如果秋天你有衣服要買的話 你會現在就買了嗎 不會 你會說等到週年慶的時候再來 對不對 大家就會做這種想像 那同樣的 如果今天有週年慶 可能有一件衣服是你週年慶過了以後 你才會買 你知道週年慶現在有週年慶 你就要搶在現在來買 所以他就說 他就發現 做週年慶後來有個效果是這樣子 就是說 他有可能是把本來 秋天跟隔年春天的奶氣移轉過來而已 他有可能只是這個樣子 他說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即便移轉過來了 可能因為你打折 你可能還是會增加點銷量 可是總體增加的銷量可能並沒有太多 可能並沒有太多 很有可能你做週年慶就是20 打折打9到18段 增加銷量就50 變到52度 所以他就問了這個問題 不過因為他後來沒有答得很好的 因為要答這個問題你要涉及一些比較複雜高段的統計的技術 統計的技術才可以算出這個東西來 他沒有答得很好 所以他最後也不知道答案是什麼 可是我要跟你說的 實際上在做週年後 這個才是關鍵的主謀問題 不要亂打折 想說我東西賣 不然我就打折 結果打折下去很有可能 賠了夫人又折兵 賣的一單位的乾價已經變低了 結果你塑膠的量沒有變得太多 通常這個才是你的關鍵問題 才是你的關鍵問題 那彈性這個東西呢 我們今天要來講的觀念是彈性 我們先來從需求面的彈性講 我們大概也只在講需求面的彈性 東西面的彈性大概也是類似的概念 需求面的這個彈性 基本上就是在幫你回答這個問題 幫你回答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講這個彈性的概念 這個叫on pricey 就是裡面需求線的價格彈性 需求面的價格彈性 它就是在幫你回答這個問題 它會跟你說什麼呢 跟你說你的這個需求線呢 到底是你砍了久折之後 需求量只會增加一點點 還是你砍了久折以後 增加的需求量會增加一大堆 基本上彈性就是一個概念在砍 所以我們來談談它的風勢 噢 它的風勢 哈囉 哈囉 它的風勢 哈囉 哈囉 OK OK 好 後面的聽得到 後面的聽得到 這個麥克風 OK好 收音可能沒有那麼好 好 需求面的公式呢 基本上長這個樣子 需求面的公式長這個樣子 我們通常呢 會用H5D來表示 那個 home price is the issue of demand 這個需求的自己價格的需求彈性 我們會用H5D來表示 它的概念呢 分子是需求量的變動率 分母呢 是價格的變動率 他討論的就是像這樣子 如果你有一條需求線的時候呢 他討論的是說 當你價格下降一個%的時候呢 你的這個Q呢 會增長多少% 他講是說 當你價格平均 變動一個%的時候呢 需求量呢 會變動多少% 他基本上在談這個東西 所以分母是需求量的變動率 這個需求線在走 分子是價格的變動率 就是平均每下降或增長1%的價格的時候呢 需求量會變動多少% 這個叫做需求彈性 H5D 所以呢 我們可以用個數學的公式來談他 你可以這樣來理解 上面是需求量的變動率 除以三角形 三角形Q是Q的變動量 Q的變動量除以Q 底下呢是價格P 這個是三角形P 除以P 價格的變動率 價格的變動量除以價格 所以就是價格變動率 上面是需求量的變動量 除以需求 所以是需求變動率 注意一點哦 彈性他討論的都是變動率 對變動率 也就是他討論的是 percentage change to percentage change 所以需求量的變動率 討論的是percentage change of demand 所以是三角形Q除以Q 底下是價格的變動率 是percentage change in price 所以是三角形P除以P 所以總的來說 他討論是說 當你每價格每變動1%的時候呢 你的需求量會變動極限 是這個樣子 然後通常呢 我們彈性的時候呢 會討論 非常非常小的一個變動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這個三角形呢 改成小D 我相信你們在 實習課的時候呢 都有談過微積分 都有談過微積分 所以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 三角形的Q呢 變成小D的Q 表示說變動非常非常小的一定部分 三角形P呢 也可以變成這個小D 那個小D的P 表示那個極微小的變動 所以我們做一個rearrange 就變成是底Q除以底P 乘上P除以Q 對吧 我們就是做變動 把三角形Q變成小D的Q 三角形P變成小D的P 然後變成是底Q除以底P 然後乘上P除以Q 那因為我們都是在討論在需求線上的移動 所以底Q除以底P是什麼意思 你就可以看得到 它是什麼 它是在講需求線上面 做極微小的時候的變動 的時候呢 當P做一個極微小變動的時候 Q會做一個極微小的反應 或者是怎麼一回事嘛 對不對 所以它是什麼 你把這個東西導數過來 導數過來 這個東西導數過來就變成是什麼呢 底P over 底Q啊 底P over 底Q是中間的東西 是什麼東西 需求線的斜率 好 需求線的斜率 所以底Q over 底P乘上P除以Q 我們就可以把它寫成1除以斜率 這個斜率呢 指的是需求線的斜率 再乘以P除以Q 所以這個東西呢 所以這個東西呢 就是彈性 這個東西就是彈性 好 寫到這邊 還不是很清楚 我們畫幾個圖來討論 你們就會知道什麼是彈性 我覺得更清楚什麼是彈性 我們來畫幾個圖 我們來畫幾個圖 譬如像說 我現在給你的這個圖 假設呢 你現在面對那個產品 這個是 面對兩個產品 兩個產品 某一個產品是A產品 它有一條需求線是底A 另外那個產品 它的需求線是底B 兩個產品呢 它交在哪裡呢 交在C點 C點 交在C點 所以C點呢 有一個價格 P 同樣也有一個數量 Q 我們把它放入星星 好 C點上呢 D A 跟 D B 兩個需求線 交在一起 所以呢 我會跟你說 在C點上面呢 你可以 at the point C 你可以算兩個需求彈性 一個是A產品的需求彈性 一個是A產品的需求彈性 在C點上面 A產品的需求彈性 另外一個是呢 B產品在C點上的需求彈性 需求彈性呢 一定是負的 價格的需求彈性一定是負的 為什麼是負的 因為價格跟需求量的成產向變動關係 所以你這個slope 斜率一定是負的 底Q 底P 講的是什麼 當價格增加的時候呢 數量會減少 當價格減少數量會增加 所以底Q 底P一定是負的 所以需求彈性的值一定是負的 我現在取絕對值 來 我要問各位一個問題 在C點上 你可以看到有兩個需求線交錯而過 所以在這上面 你可以替這兩個需求線算兩個需求彈性 然後給它取絕對值 好 我要問的問題是 所以哪個值比較大 來 你想一下 哪個值比較大 你可以回想一下公式 看一下公式 也可以看一下這個定義 所以哪個值比較大 哪個值比較大 A 還是B 這一個還是這一個 B 對 你答對了 B B 比較大 為什麼B比較大 你可以看定義 需求量的變動率除以價格變動率 彈性A 雄 B 講的是什麼意思 平均價格免變動1%的時候 需求量增變動的比例是多少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同樣在C點上面 當你價格下降1%的時候 誰的變動量比較大 B的變動量比較大 它會來到QB A的變動量 它只會來到QA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B的變動量會比較大 所以B的需求彈性 比A 雄 D B 它的算算的值 會比A 雄 D A 算算的絕對值 還要來的大 另外一個看法是 E 除以斜率 對不對 E 除以斜率啊 所以B 比較平坦 它的斜率比較小 那當然E 除以斜率以後 它就比較大 那A 的話呢 它比較懂斜率比較大 E 除以斜率呢 它值得比較小 這是這個 那我們再來看第二個圖 這些圖呢 都可以增加大家對彈性的理解 假如我現在呢 有一條需求線 這個需求線很特別 它是一條直線 這是一條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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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我在直線上面呢 取三個點 取三個點 分別是 這個A 點 然後 B 點 B 點是中點 中間點 Middle Point 中點 中間點 中間點 然後呢 還有一個C 點 根據這三個點呢 你可以在這三個點上面呢 算出 算出三個彈性的值 三個彈性的值 分別是A 形容 A 形容 D 然後 at Point A 然後呢 A 形容 D at Point B 然後呢 一個是A 形容 D at Point C 然後一樣給它取絕對值 因為需求彈性的 算出來的 它已經是負的 所以我給它取絕對值 好 這個是一條直線 那我現在問一個問題 算出來這三個彈性的值 請問 請問 這三個彈性的值 它們會相等 還是不相等 相等 確定 確定 邪律一樣 可是彈性的定義是 E 除以邪律 整合B 除以 這個很多初學者在這邊 都會有這樣的一個錯誤 因為彈性呢 基本上它這個觀念不是很直觀 因為它討論是需求量的變動率 除以價格變動率 所以我以前在學的時候呢 也常在這個地方犯這個錯誤 一條直線畫下來 在這個直線上面取三個點 我跟你說 它的彈性的值是怎麼樣 它的彈性的值會不相等 為什麼不相等 它的斜律是相等的 它的斜律是相等的 彈性的值是E 除以斜律 可是它還有另外一塊叫做P 除以Q 它還有一半叫P 除以Q 所以 一般來說 我會覺得 彈性是跟你講什麼 彈性概念上是確實跟你講說 你所面對需求線是總 還是平坦的 概念上是這個樣子 可是你只去推薦它的功能 它除了斜跟斗以外 它還有另外一塊叫做乘以P 除以Q 所以 在直線上 A B C 這三個點 因為是直線 所以斜律相等 可是它的P 除以Q是不相等的 所以我會跟你說 在這三個點上面呢 鑽鑽的斜律的值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這個需要注意 很多初學者 包括我以前在學的時候 都在這邊有出過這個錯誤 有出過這個錯誤 這是因為斜律這個概念 不是很奇怪 你要注意 因為它是E 斜律 P 理解嗎 這三個點的斜 彈性的值算算不一樣 好 第二個問題 一樣在這個 如果這三個點的斜律 直算算不一樣 請問誰比較大 A A 斜律 A 斜律 A 斜律 B 斜律 B 斜律 它彈性的值是 A比較大 B C 四支 C 四支 一樣從這裡來看 彈性的值 E 斜律 E 除以斜律 乘以P 除以Q 在A 斜律 它的P 除以Q 是最大的 C 斜律 它的P 除以Q 是最小的 它的P 除以Q 是最小的 所以它的彈性的值是 Point A 的彈性值最大 然後B 次之 然後C 最小 理解嗎 一樣 回來看這個公式 回來看這個公式 另外一個理解辦法是 你回來看這個定義 彈性討論的是什麼 需求量的變動率 除以價格的變動率 好 那所以我們現在重新來這邊來看 你在A 點上面 你在A 點上面 你想像 如果它今天價格 下降 坎掉一塊錢的價格 它這個是負協率的 所以它跟你說 坎掉一塊錢的價格的時候呢 這個需求量會增加 假設我們說它增加C 增加C 單位 同樣的 在C 點上面呢 如果你給它坎價 坎價一塊錢 它增加的量呢 一樣也是增加C 單位 為什麼 因為這是直線 所以斜率是一樣 在A 點上往下坎價一塊錢 增加C 單位 在C 點上面坎價一塊錢 同樣增加C 單位 可是我要跟你說的是 彈性講的是變動率 所以在A 點上面呢 它坎價一塊錢的時候呢 對P 本身的這個變動率來說是大還是小 是小 對不對 因為它現在價格很高 坎價一塊錢 它變動的 percentage 百分比是非常的小 那它現在的量呢 非常的低 所以它增加這個C呢 基本上是增加一大部分的比例 在C 點上面呢 因為它價格已經非常低了 你往下坎價一塊錢 這個變動的比例非常的大 增加C 單位 因為它的量已經很大 增加C 單位只有一點點 所以你就會知道 在A 點上面跟在C 點上面 雖然斜率都是一樣 往下坎價一塊錢的時候呢 增加的都是C 單位 可是在A 點上面呢 這個往下坎價一塊錢的比例比較小 在C 點上面呢 往下坎價一塊錢的這個比例比較大 所以相對來說在A 點上面呢 平均每變動一當 平均每變動一個百分比的這個價格 你所對應增加的這個百分 對應增加這個需求量的百分比 會比較來的大 那在C 點上面呢 平均每變動一%的這個價格呢 所增加的變動的需求量的變動比例 會比較小 所以你則可以這樣來理解 這個東西呢看起來不直觀 這個彈性的觀念看起來不直觀 因為它討論的是變動率 有一個百分比的結動 理解啦 這個東西你仔細推敲啦 如果你搞清楚的話 你再談這個這個概念呢 你就會比較有 比較有深刻的理解 比較有深刻的理解 那 拿B 這個圖來給大家呢 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那個隱含的意思是什麼呢 在隱含的意思是這樣子 即便是一條直線 在不同的價格區間之上 即便這個需求線是一個直線 然後呢 這是一個產品 在不同的價格區間的情況下呢 彈性的值都會不一樣 彈性的值都會不一樣 這個是個重要的概念 即便是對同一種產品 有些時候呢 在不同的價格區間 比方你的價格非常非常高 跟價格非常非常低 在不同的價格區間的時候呢 彈性的值有可能會不一樣 還是有可能會不一樣 這個是個重要的觀念 跟大家強調一下 跟大家強調一下 不過呢 我們在食物的市場上呢 還是會有一些特殊的例子 我們在市場上 可能還會有一些 出在一些特殊的例子 這些特殊的例子是什麼呢 它的彈性的值呢 不論在任何的價格區間之下 都是一樣的 都是一樣的 譬如哪些呢 我們先這樣來畫 來 如果我今天看到一個 一個市場 它的需求線呢 長這個樣子 它的需求線長這個樣子 請問 它的彈性值是多少 它彈性的值是多少 相反 無窮大 無窮大 它彈性的值呢 是無窮大 無窮大 你可以一樣 回歸到這個定義來看 這個定義是講 需求量 變動率除以大和變動率 所以它是水平線的時候呢 表示什麼意思 表示如果你漲價 漲價一點點 那你的顧客全部都會跑掉 全部都會跑掉 所以變動率無窮大 是這個意思 水平線的時候呢 需求量 那個需求的彈性呢 是無窮大 需求的彈性無窮大 實務上有可能有碰到這種情形 這個叫完全競爭市場 這個我們在 在那個想到供給線的時候呢 就會再講這個東西 廠商決策的時候會講這個東西 好 另外一種情況 如果我是垂直線的話呢 我是垂直線的話呢 請問需求彈性是多少 需求線如果是垂直線的話呢 請問需求彈性是多少 零 這個就是零 這個就是零 這個就會是零 這個就會是零 需求彈性的值就會是零 一樣 可以看得到 在這個地方 當他價格變動一點點的時候呢 當他價格變動一點點的時候 需求量不會變動 價格變動很大的時候 需求量也是不會變動 所以這個是零 這個是零 這裡大概有個概念 需求彈性 需求彈性的值越接近零的呢 表示需求線在那個價格區間的值 你不要看 在那個價格區間那邊呢 他會更懂 那需求彈性的值越大 在那個價格區間的時候 那個彈性的值越大 一般來說 他就會越接近水平線 越接近水平線 是這個意思 好 他有一種特殊的例子 他有一種特殊的例子是 他需求曲線呢 他是曲線 他是曲線 可是他的需求彈性的值 還是都是一樣的 這個是比較特殊的例子 不過這個是數學上的一個遊戲 讓大家知道有什麼東西 有一種需求線呢 他是曲線 不是剛剛那個垂直線 或水平線 可是他需求彈性的值呢 還是常數 如果你今天的這個 需求線的這個公式呢 長這個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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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的需求彈性呢 也會都是一個常數 在不同的價格區間上呢 都會是固定的 都會是固定的 我們很快的證明是 A雄D 我說過A雄D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個東西 公式帶進來 底Q除以底P 乘上P除以Q 然後底Q除以底P是什麼 已經給你式子在這邊了 所以是 負P的負二 然後乘上P Q是什麼 Q是P的負一把他帶進來 結果是會互相消掉 會等於負一 會等於負一 所以如果你的 需求線呢 長這個樣子的話呢 你這個需求彈性呢 你這個需求彈性呢 就是在不同的 區間下呢 都會是一個常數 都會是一個常數 這個常數是負一 這個是比較特殊的例子 比較特殊的例子 所以有沒有問題 這個部分 需求彈性 需求彈性 OK啦 希望這幾個圖能夠幫助你去理解 需求彈性長什麼樣子 幫助你去理解 需求彈性長什麼樣子 那個作業有些題目 就是花條線給你 他叫你去推算出 那個需求彈性 需求彈性 所以你可能要 把這些公式熟悉 熟悉這個公式 然後在這幾個圖呢 有比較清楚的概念跟理解 比較清楚的概念跟理解 好 那我們現在來談談 那個 談談實物上的一些問題 然後 實物上呢 我剛剛跟大家說過 瞭解你的那個需求彈 在實際上在做生意的時候 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知道你所面對的事長是什麼 知道你所面對的事長是什麼 那實物上呢 怎麼去找出你的那個需求彈呢 通常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這個時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那我可以大概跟你說 大概的概念是這樣子 基本上都是通過歷史資料來找 通過歷史資料來找 我在研究所課有在講這個東西 只要透過歷史的市場教育資料 去抓出需求線來 去抓出需求線來 所以呢 在實物上我們怎麼找需求線 我們是從歷史資料來找 所以我要跟你講一件事情 是什麼事情呢 可是需求線雖然在概念上來說 我們知道說 我們知道說 我們知道說需求線可能是一條 一條線 然後呢 它在 應該是會在 好幾個價格區間裡面呢 都會有 都會有資料 就是說你知道說 它是對不同的價格之下呢 消費者願意錢能夠購買的數量 理論上它是應該 對不同的價格區間 你都應該能夠找到資料的關係 可是我要跟你說 實物上 因為我們是透過歷史資料來找 那歷史資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透過歷史資料 我可能去做 根據好幾年的觀察 然後看到說呢 比如像我賣東西 在不同的價格區間的時候呢 最後的成交量是多少 然後 當然最後成交量 在過去的歷史裡面呢 當價格變動的時候 可能其他因素也會變動 所以成交量怎麼會不一樣 那我透過一些先進的方法 我可以把那些 所謂其他因素變動的情況 給它控制住 抓出說假設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呢 過去不同的歷史資料的 那個歷史不同的成交量 可是呢 還是有個局限 這個局限是什麼呢 也就是說 如果我透過過去的歷史資料 說給一定不同價格的成交量是多少 然後我控制其他因素 我其實也只會 掌握到 一小段價格區間裡面的資料 也就是你想像 如果你今天是泡沫紅茶店的老闆 你想要知道 你的這個泡沫紅茶的這個市場需求長什麼樣子 你怎麼去抓 你可能透過過去的歷史資料 那假設未來這個變動也不會太大 你透過過去的資料知道說 你比如說你20塊的時候賣多少杯 18塊的時候賣多少杯 16塊賣多少杯 22塊24塊25塊賣多少杯 然後假設當你在這些調整價格的時候 其他因素沒有變動 然後你可能就可以抓出一條需求線來 可是呢 你不會有這種資料是說什麼呢 是說如果你一杯價格只賣1塊 一杯價格只賣2塊 跟你也不會有那種資料是說 你一杯價格賣100塊 一杯價格賣120塊 你的需求量是多少 你不會有這種資料 你不會有這種資料 所以一般來說在實務上呢 我們對需求線的理解呢 通常只能夠抓到一小段 我只能夠抓到一小段 可是話說回來呢 即便是這麼一小段 在我在同志必死你時的判斷上呢 其實就很有用 很有用 所以 雖然我們有說到 理論上對同種產品 在不同的價格區間之下 需求彈性其實是不一樣的 可是因為一般來說 我們只會抓到一小段的需求線 所以通常在實務上呢 我們有些時候會用 這一小段需求線的需求彈性 來給我們說 所以我所面對的市場長什麼樣 通常我們會用需求彈性的這個值 來幫助我們理解需求線 也就是說我通常在說 你面對市場是什麼呢 你面對需求線是什麼呢 我可能不會真的把一條需求線的方形都抓出來 我可能只會去抓說 OK所以需求彈性的值是多少 食物上是常常用這種 用這種 食物上是常常常使用 使用需求彈性的值來講 是這個需求線 總面對需求線是怎麼樣 可是呢 即便是這個樣子 怎麼在食物上抓出 算出 估算出需求彈性的值 我跟你說 非常的不容易 這個非常不容易 這個可能要到碩班或博班 的那個統計計量的技術 從第二季度你才可以抓到這個東西 那如果你要做生意的話 你沒有這個訓練那怎麼辦 怎麼辦 去買顧問報告 我跟你說 有些那個公司的顧問報告呢 外面有些顧問報告 他們就是在算這個東西給你 你賣不同的東西 這個這個資料其實是非常重要的資料 雖然顧問公司都會算 可是呢 我會跟你說 顧問公司賣這個報告 非常非常貴 非常非常貴 那他非常貴 除了說因為 生產這個報告呢 你需要高深的技術以外 也是因為說這個報告呢 很值錢 很值錢 這為什麼我們要講彈性 因為這個以後 如果你去外面大公司工作的話 你們公司可能會去賣這個報告 你們會去買這個東西 你不能說這個報告買的很貴 結果你看不懂 完全不知道他在幹嘛 他就了解 他就白話就了解 這個報告真的很貴 所以 顧問報告會幫你算 那可是呢 有些時候是這樣子 會有一些學者 針對一些重要的產品 都幫你算 有些 像電力 像航空 像水 他有些 有些重要的產品 像以前 我會看過人家算道理 這些東西 經濟學家會幫你算 我會幫你算 那可能就有一些公開的資料 你就可以去找 不過針對 你們自己公司要賣的特助產品 很多時候呢 你可能來到去買顧問報告 如果很遺憾呢 你是一間小公司沒有顧問報告怎麼辦 你可能可以憑一些直觀的因素 來判斷說這個需求的含進的值 會是大還是小 你可能可以用一些直觀的辦法來做判 當然沒有辦法直接給你值 可是呢 你可以做一些判斷 你可以做一些判斷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來談這個東西 如果很不幸的 你沒有辦法買上顧問報告 你怎麼去判斷你所面對的市場的 需求彈性的值 是大還是小 有幾個指南可以來算這個東西 第一個是什麼呢 the ability of the record of the next subject 也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賣的這個東西 替代品的多寡 是決定需求彈性的值大或小 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你這個可以直接去理解 什麼是替代品 譬如像說你今天早餐吃三明治 對不對 替代品是什麼 你可以選漢堡 可以選飯堂 可以選單單漢堡的粥 你可以選香蕉 這些就是他的替代品 早餐的替代品有非常的多 所以你可以去理解啊 如果你今天對三明治來說 他的替代彈性的值是大還是小 替代彈性的值是大還是小 他相對來說替代彈性的值就比較大 對不對 因為他替代品很多 那同樣的我跟你說 如果你比較是水 自來水 自來水的替代品多不多 你總不能把汽油拿來當水 對不對 自來水的替代品多不多 你要洗澡不能用汽油啊 對不對 他找不到其他替代品 所以自來水這個東西呢 他的替代 他的替代品少 相對來說 他的需求彈性的值就會比較小 他需求彈性的值就會比較小 替代品多的呢 他需求彈性的值就會比較大 這是一個可以判斷的關鍵 好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假設我現在呢 來跟你說機票的需求彈性的值 我來算機票的需求彈性的值 機票的需求彈性的值 這個東西是有去算的 有去算的 機票的需求彈性的值 那我跟你說 兩種機票 一個是呢 歐洲 歐洲內部的航線 一個是美國國內線 歐洲內的航線是指什麼呢 比如像說巴黎到柏林 巴黎到倫敦 巴黎到馬德里 像這種就是歐洲內的航線 美國國內線是什麼呢 比如像波士頓到紐約 波士頓到華盛頓 波士頓到亞特蘭大 這樣這些叫做美國國內線 來 我問你 機票的需求彈性的值 請問是歐洲的內部的航線 歐盟內部的航線來得大 還是美國國內的線來得大 歐洲的限大 歐洲的限大 直觀 直觀 好 那你的判斷是什麼 歐洲比較密集 你的答案是對的 這個直觀很不錯 是對的 歐洲內的彈性的值是比較大 美國國內線的值是比較小 直觀的判斷是什麼 你去想像 如果你今天要從巴黎到柏林 從巴黎到柏林 你有幾種交通工具可以選 坐飛機 對不對 機票 還有沒有 高鐵 我把這個問題在那個什麼 那個國際學生那個班上 我直接去問他們 大家都能夠打得出來 因為很多歐洲人 大家就知道的情況 從巴黎到柏林 你有很多交通工具可以選 你至少有飛機跟高鐵 那在美國呢 巴黎到柏林那個距離 差不多像是波士頓到華盛頓 波士頓到華盛頓 你有幾種交通工具可以選 你就有這種飛機 當然你可以開車 開8個小時 那從巴黎到柏林開車 也差不多是8個小時 不過巴黎到柏林 它有高度停路 高鐵 有高鐵可以坐 那波士頓到華盛頓 沒有高鐵可以坐 所以呢直觀上是 歐洲的內部航線的 彈性的值會比較大 而美國國內線的彈性 值會比較小 來人家實際算的 2007年的數據做出來的是 歐洲國內的這個需求 彈性是-1.30 然後美國是-0.83 這個就是有公司免費幫你算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國際航空協會 這個IATA 2007年都要請顧問公司算的 請顧問公司算的 這個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在航空業是 航空業我一直是滿尊重航空業的 國際航空業 基本上是個非常進步的產業 常常都有一堆先進的技術 不斷的經濟求精 相對來說像什麼 核能啊這個產業我就覺得很落落的 好落落的 相對來說那個航空業上就很進步 所以他會去算一些有的沒有的東西 然後會公布出來 然後也可以做自我改善 所以他們就有算這個東西 INTA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他們就有去算這個 所以你看到 這個判斷基本上是有用的 歐洲的這部航線是-1.3 然後美國國內線是-0.83 那有一種特殊的情形是這樣子 有一種特殊的情形 我們說的這個替代品的多廣 會告訴你那個彈性的值是多還是小 那有一種特殊的情形是這樣子 這個特殊的情形是說呢 這個消費者呢跟廠商Promis 跟廠商打包票說 我呢雖然有很多的替代產品可以選擇 可是我只會選你這家的產品 這是一種特殊情形 所以我拿出來講 在這種特殊情形下呢 因為消費者已經跟廠商打Promis 譬如說我絕對不會去選擇其他家的產品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呢 它的彈性的值呢 也會非常小 也會非常小 我上角力可能覺得很抽象 所以我們直接拿例子來說 來 有哪種情形是這種消費者跟廠商打包票 說我絕對不會選過其他家的東西的產品 有哪種情形是這樣子 我講的不是自來水喔 自來水是它本來就沒有其他的替代品 自來水它本來就沒有其他替代品 汽油這個本來也沒有其他替代品 如果你要開車就只能用汽油嘛 不可能加水嘛 對不對 當然機身進步以後 你可能可以選別的東西 Bine 可是我要來講的是說 這個是比較 另外一種情形是 那個消費者跟廠商打包票 說我絕對不會買其他家的產品 有哪種情形是這種情形 什麼 手機 為什麼 蘋果的手機 然後呢 一大堆忠職顧客 OK 可是這不錯 因為雖然有很多忠職顧客 可是它其實它還是有這個辦法去選神獸 我想是更嚴格的限定 限定合作協定 OK 這可能是一個例子 可是我要講這個例子是這個樣子 它是一種隱性的合作協定 我這樣講 我直接把答案公佈 這個傾向是這樣 你要去買噴波影表機的時候 對不對 噴波影表機有很多廠牌可以選對不對 HP Canon Ephysen 這些東西 對不對 那可是呢 有個情形是這樣 如果你買了HP的印表劑以後呢 請問你要換墨水夾的時候 你會不會用Canon的墨水夾 不會 你會不會用Ephysen的 不會 你只會用HP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墨水夾呢 就是我講的這種情形 就是說它是一個隱性的 所以就是說我買了HP的印表劑以後呢 我以後就表示說 我以後都會用HP的墨水夾 因為你不可能去買Canon 也不可能去買Ephysen的 它有一種類似的情形是什麼呢 比如像你買車子 你買福特的車 那請問呢 如果你買福特的車以後呢 你後續的維修 你會去Toyota工廠維修嗎 不會 你就只會去福特 這個就是你講的 就是簽訂引擎的合作協 我買了福特車以後呢 我就固定說 我就會固定回去福特廠去做維修 我就會固定去做福特廠做維修 所以現在他們做生意的賣車的人 他知道說他如果要賣一台車 他有些時候他把他的獲利來源 從車子移到維修裡面去 因為他知道說我賣車給你的時候 你消費者有很多選擇 你會有Toyota 會有Honda 會有福特 會有VW 這種一大部分選擇 可是他知道說如果你買了福特以後呢 後續的維修你就一定會在我這邊做 你就一定會在我這邊做 你不會說搶到其他的地方 所以他們就開始把這個獲利的來源呢 轉到後面的那個維修去 後面維修去 那這個其實是有點道理的 我們再回到HP的印表機來 印表機的特性是這個樣子 印表機的特性是這個樣子 如果你買噴墨印表機的話呢 你買噴墨印表機的話呢 你在買的時候呢 你在買的時候 你會有很多東西可以選擇 對不對 你會有很多東西可以選擇 所以你的這個需求要彈性的值呢 會比較小 對不對 可是呢 如果你一旦買了那個印表機的墨水 你一旦買了印表機以後呢 比方你買HP的印表機 你買了HP的印表機 這個墨水夾的英文是 這個CARTIDGE CARTIDGE 這個是墨水夾 這個墨水夾 墨水夾 如果你買了HP的 你買了HP的印表機以後呢 你這個墨水夾 你就一定會用HP的 你不會再用其他間的 你就不會再用其他間的 所以呢 它的需求彈性的值呢 Sorry 我弄錯了 所以它的需求彈性的值就會比較小 而印表機的需求彈性的值就會比較大 印表機你在選購的時候呢 你會有很多選擇 所以它的需求彈性的值會大 墨水夾呢 你買了HP的印表機以後呢 你只會把HP的墨水夾 所以它的需求彈性的值會小 那這個東西呢 跟我剛剛講的說 那個很多廠商現在都把利潤 擺到那個維修服務的關係在哪裡呢 我還跟你說 我們用印表機的再講這個事情 印表機的需求彈性值大 因為它很多替代品 印表機的墨水夾呢 它的替代品少 它的替代品 它的替代品少 所以它的那個需求彈性的值小 那需求彈性的值小 表現什麼意思 表現它的需求線很陡對不對 我們剛剛有 需求彈性的值小 表現什麼需求線很陡對不對 那很陡表現什麼意思 很陡表現說 如果你漲價之後 你的顧客會跑還是不會跑 不會跑對不對 那你也可以理解 如果你買了HP的印表機以後呢 你只會用HP的墨水夾 所以如果墨水夾漲價之後 你會不會因此就說 我要換用Kano 或換用Excel的 不會對不對 所以需求彈性的值小 表示說需求線是很陡的 所以表示什麼呢 廠商要給你鎖高價之後呢 你不會跑掉 對不對 那印表機呢 需求彈性的值大 表示需求線是比較平坦的 所以如果你一鎖高價之後呢 貨客就會跑掉 對不對 所以你就看到一個現象 這個現象是什麼 你去買印表機的時候呢 你去市場上看 印表機一台一大 很大一台對不對 然後裡面有一大堆 尼尼庫庫的技術 可是通常很便宜嘛 對不對 通常是一大堆 一機器一大台裡面有很多東西 可是你就覺得很便宜啊 可是墨水夾呢 小小一個 然後呢 都很貴 都快一千塊 對不對 HP的墨水夾 隨便一個 可能六百塊七百塊 有的時候彩色的什麼 就變成八百塊九百塊 為什麼 需求彈性的值比較小啊 所以我就可以給你鎖高價 一表機 需要彈性的值大 我就不可能跟你鎖高價 對不對 所以你就看到這個現象 同樣的回到我剛剛講那個汽車的例子 如果你買福特車 你最後一定會回去福特原廠去維修 對不對 所以表示說 我在維修費用跟你鎖價的時候呢 我不用擔心你會跑掉 我比較敢跟你鎖 要高價錢 可是車子呢 競爭者很多 所以我就不大敢鎖高價 所以這就是我剛剛會再講的 很多現在賣車的他們開始把利潤轉移到那個維修 因為他知道維修比較有能夠賺 維修我可以漲掉 我敢隨便亂來這樣 這個顧客比較不敢跑掉 顧客比較不會跑掉 因為你也怕說你是福特車跑去投油茶那邊修 到時候投油茶給你吃不同的汽油 不同的機油不是汽油 吃不同的機油 那用不同的零件 他對不上去 他出問題 你會擔心這個事情 你會擔心這個事情 所以你買福特車 你大概就會回去 福特的那個原廠維修 所以現在賣車的人他慢慢知道這個事情 他們就會把那個利潤的來源慢慢轉移到這個維修的部分 轉移到維修的部分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是可以講的 B 好 第三點是什麼呢 第三點就是說 如果這個benefit or cost omitamizing 就是說如果這個產品呢 基本上會花掉所得的一大部分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理解說這個呢 需求彈性的值會比較大 如果只會花掉一小部分的所得的時候呢 這個需求彈性的值會比較小 什麼意思 當我們討論這個需求彈性的時候 講的是什麼呢 當我價格上漲的時候 需求量減少的時候 減少了這個幅度嘛對不對 什麼叫需求量減少的時候 就表示消費者去改變他的行為 改變他的行為 我本來比如說我今天早上要吃飯糰的 或者說我一個月裡面我吃三顆飯糰 現在價格漲了我就變成三顆變成兩顆 這表示我改變我的行為 所以說如果漲價這件事情呢 對你來說傷害很大的時候 你可能會嚴肅的考慮改變的行為 舉例來說 如果一台車本來賣價50萬 現在漲價5%變成55萬 所以不是5% 漲價10% 10%從50萬變成55萬 請問你要買車的人 你可能不可能會仔細的考慮 本來50萬變成55萬 你可能會仔細的考慮嘛對不對 而且你可能會想說 哇你現在給我找不到 我可能要去買別的牌子的車 對不對 因為5萬很多 可是呢 如果一個飯糰漲價10% 你問你會不會改變你的行為 10%是25塊變成多少 27.5塊漲價2塊5毛對不對 你可能會覺得走的差嘛 就算你一天 就算你一個月吃5顆飯船 5顆飯船多少 125塊 那你不過一個月多花你12.5塊 不會因為這件事去改變你的行為嗎 差個10塊12.5塊一個月 你不會只去改變你的行為 你不會只去改變你的行為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關鍵 如果這個東西像車子 這個賞價5% 花掉很多錢 5萬 那你可能會嚴肅地去改變你的行為 可是像飯糰 像水價 水價這個一點點佔你的 一般家裡支柱一點點 他漲掉5% 影響就不大 就不會去想這個事情 最後一個叫做adjustment time 調整時間 也就是說他在討論的是說 當你價格漲的時候呢 我們知道價格漲的時候呢 這個需求量會減少 可是有幾種衡量 有的時候是說 我討論說我價格上漲了 然後我去看說下個月 消費者的需求量變動怎麼一回事 跟我價格上漲了 我明年或是下一季 再去看消費者的行為變動會怎麼樣 然後他們講的是什麼呢 這個adjustment time 就是說 如果你是價格漲了 然後下一季或是明年 再去問消費者的行為 需求量會減少程度 跟價格漲了 然後下個月或下個禮拜去問消費者 他的需求量減少程度 那個明年去問的 或是下一季去問的 那個變動量 會比下個禮拜或下個月去問的 變動量來的差 也就是說這個講的是什麼呢 這個講的是說 長期來說 長期來說 如果你的這個衡量這個需求的彈性 需求的彈性是 需求的彈性是在討論價格變動 對需求量變動 對不對 如果你是比較大的一個區間 去衡量這個事情的時候呢 長期來說 需求的彈性的值呢 會大於短期的需求彈性的值 這樣講的是這個意思 短期的需求彈性的值 表示是說 我現在在漲漲漲了 然後我就去下個禮拜或下個月去看 那個需求量的變動是怎麼回事 然後我去這樣算 算出的這個是短期的需求彈性的值 長期的是說我價格上漲了 然後我明年再去看說那個消費者的那個需求量的變動 這個就叫做長期的需求彈性 長期需求彈性的值呢 一般來說都大於短期 這個都很容易理解對不對 你價格漲上去 然後你可能下個禮拜下個月 消費者還是不會改變他的行為 可是呢 一直漲下去 零年的時候他會改變行為 他可能就會改變他的行為 他可能就會改變他的行為 我們拿實際的例子來說 比如說比如像我們講香菸 這個香菸Secret的 菸 這個是美國的資料 美國的資料 美國他們去算短期的香菸的需求彈性 來 你猜那個值是多少 那個值非常接近0 0.2 所以你知道對於菸槍來說 如果你長菸的價格的時候 他才是繼續每天一包 拉美 反正就是每天一包 一漲 他的價格 他大概不會變多少 可是呢 如果一年兩年後再去問他 他可能會改變他的行為 所以在美國呢 他們去看煙的需求彈性 長期就會變成是負產變成 長期就會變成負產變成 這個變動非常的大 變動非常的大 這是美國的 或者說你來看看那個 這個Gasoline 汽油 這個是加拿大的 加拿大的數據 人家去推算的 人家去推算的 加拿大 加拿大這個Gasoline 汽油 汽油短期需求彈性呢 這個呢 更接近 更接近垂直線 更接近垂直線 這個是-0.029 加拿大 你看負離點 非常接近垂直線 你可以去理解 在加拿大 那個地方 人口非常的稀疏 所以你出去外面一定要開車 對不對 如果是Gasoline 這個需求彈性 你同樣去比像倫敦 巴黎這些地方 公共運輸很發達的地方 他們那邊汽油的需求彈性的值呢 一定比這個大了 可是在加拿大呢 他公共運輸不發達 地廣於7 所以這個非常接近垂直線 負0.029 短期 那長期呢 他還是會變大 可是沒有變大那麼多 長期他就變成是-0.089 負0.089 差不多乘以三倍 差不多乘以三倍 可是呢 還是非常透明的數字 所以從這些數字呢 其實你可以怎樣 你就可以知道 你所面對的需求線長什麼樣 香菸 所以你知道香菸 你就可以隨便亂長下 你也可以隨便亂長下 你也可以隨便亂長下 汽油你也可以隨便亂長下 再加拿大那種地方 隨便亂長下沒有差 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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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這種東西 就是給大家一個需求彈性的概念 給大家需求彈性的概念 給大家需求彈性的概念 然後呢 我們現在來講一個 簡單的需求彈性的一個運用 簡單一個 譬如有彈性的運用 你就知道說需求彈性 其實在實物上非常重要 我們來談談台灣的電力市場 台灣的電力市場 大家知道在台灣其實我們有一個非常久的爭論 關於核四是否興建的問題 這個討論呢 大概爭論了二、三十年 大概從1980年代的時候就開始討論這個東西 核四到底該不該建 那2013年的時候呢 經濟部長曾經講了一個話 他就說呢 如果核能、核四場 核四不建的話呢 他說電價呢 電價會上漲40% 他就說電價會上漲40% 那個20 我記得是2013還是2014 應該是2013的時候 我已經有點忘記了 2013還是2014的時候 這個大概上的相關的討論 大家都聽過 來核四 從國外來的朋友 學生可能不知道什麼是核四 這是台灣在講那個地勢核能發電廠的事情 1980年代的時候呢 進入計畫之後蓋這個東西 可是後來呢 一直有很大的討論 說其實蓋這個東西其實是不大需要的 不大需要的 然後大概來來回回 搞了二、三十年 然後大概在前幾年之後大概就定案 定案 那2013、2014的時候這個討論很大 這個那時候經濟部長說 如果核四停建的話呢 電價會上漲40% 將來大家都聽過這個討論 來我們今天就來用彈性的概念來談這個問題 用彈性的概念來談說 這件事情 他做這個宣稱到底有沒有道理 他做這個宣稱到底有沒有道理 核四停建電價會漲40% 核四如果停建電價會漲40% 這個後面的一個概念是這樣的 就是說他說 如果我停掉核四 停建核四的話呢 電價必須上漲40% 因為我們知道需求限是負協率的 電價要上漲40% 那上漲40%的話 你知道需求限是負的 那需求量 需求量就會減少 所以他的意思有點就是在講說 電價要上漲40% 那這麼一來呢 減少的用電量呢 才足夠cover掉我們 因為停建核四所早生產的電量 這個怎麼後面的討論 他講的是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用數字來看說 這件事情照明對或不對 來核四的電量量 台灣總體發電量是多少呢 這是我們所需要的第一個資訊 核四的發電量呢 據預估上台灣總體發電量的6% 6% 所以呢 他講的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他講的這句話就是說 如果核四平建的話呢 我們必須把電價調漲40% 減少的需求量才足以 比掉核四的那個電量 所以他講的就是 DQ over Q 3 DP over P 會等於多少呢 核四少掉-6% 電量上漲40% 所以他講的事情就是說 負0.15 那這 implies 台灣電力市場的需求彈性的值呢 需求彈性的值呢 是負0.15 負0.15 所以我們現在需要來檢證的 第二個事情就是說 所以負0.15這個值 對還是錯 我們就要來檢證這個值照 對還是錯 台灣過去有沒有 負電力市場的需求彈性的值 有 可是很遺憾的呢 這個值負的呢 跟國際上一般人在負的呢 差太多 那一個關鍵是 the judgment is high 人家負是 可能 可能 阿美語來說看的是 例如像我電家調檔 下個月下下個月的這個變動 他們當然是看 電家變動隔天的那樣子的變動 那你電家變動隔天的那樣子 那當然是不會變動 當然是不會變動 但是估計有問題 所以我們來看看 其他國家的 我們來看看其他國家的 人家國際上一般的估計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來看看這個 現在就來檢證這個數字有沒有到的 這個數字有沒有到的 來我給大家幾個數字 給大家幾個數字 這個是電力市場的需求彈性 電力市場的需求彈性 電力市場的需求彈性 我們首先先來看到 這個是美國的值 這個是美國的 然後2011年的估計值是-0.872 然後還有一個是澳洲的 Australia 澳洲的 估計值是-0.539 然後呢 唯一最接近他做的這個值呢 Germany是-0.113 -0.113 -0.113 所以接下來問題是 所以我們應該要 appine的數字 我們應該要appine的數字 appine的數字呢 我們就必須要做個假設 也是就是說呢 第一個假設是說 我們可以在這三個國家裡面做選擇呢 表示說你必須要想像說 我們的消費者的pattern 跟這三個國家的這個消費者的pattern是類似的 那我跟你說 台灣的這個用電呢 很多人在談說用電的這個pattern 你可不可以想說 台灣跟這些歐洲這邊兩個 就是那個美國 比較溫帶國家 德國溫帶國家 可能很多人說台灣人要開冷氣 美國跟德國不需要 我跟你講這個看法是錯的 美國的美南 Miami Miami 南加州 或是說那個德州 這些地方一樣的 跟台灣一樣的 他們一樣會開冷氣 而且冬天的時候他們會開冷氣 暖氣有燒石油有燒電的 所以我們夏天會開冷氣 可是呢 這些風中國家人家冬天會開冷氣 冷氣不開可能還好 暖氣不開會死人 暖氣不開會死人 所以消費者 可能 可能 情況上其實不見得像你想差不多 那第二個呢 是說呢 台灣的電力呢 有三分之二是工業用電 用電量 其實一般來說在討論這個 可不可以要我看哪些國家的時候 很多人會拿加護來看 可是我會說這個是錯誤的看法 用電量呢 台灣的用電量呢 台灣的用電量呢 基本上呢 來自於兩塊 一塊是加護一塊是工商用 商用就是工業用電 工業用 工業用 然後還有當然還有商業使用 然後商用電力佔了三分之二 商用的佔了三分之二 所以其實當你看這個工業 你要注意 有三分之二是商業用電 這三分之二是工業 商業 就是說 BITS 理石在使用 那BITS 理石的話呢 你就更容易想像說 基本上大家科技水平差不多 你可以想像說台灣的台積電的技術 輸美國 德國嗎 哪一想像 對不對 台灣的JIT產業 他們的用電的 對科技的 approach的能力 其實跟歐美國家是類似的 台灣也是工業化 開發國家 所以如果三分之二都是工業 產業的用電的話 商用就是產業的用電 工業商業這些產業用電的話 你可以想像說 如果我拿美國 加拿到 那說你美國 澳洲 德國的這些消費者的狀況 來判算 應該是可以的 應該是可以的 因為大家的技術能力 就工廠生產上的技術能力 大概都差不多 一樣都會有相同的節能的科技 或是生產的科技 大概都可以使用 那唯一差別差別在哪裡 價格不一樣 價格不一樣 我剛剛上課有跟大家說 即便是同種產品 消費者的Pattern大概是類似的 可是在不同的價格區間之下 彈性只會不一樣 所以你就看得到美國 澳洲跟加拿大 所謂的Germany Germany 德國 大家的需求彈性只不一樣 因為價格不一樣 價格不一樣 價格不一樣 所以你就可以理解 為什麼價格不一樣 彈性會不一樣 你可以這樣來理解 譬如像說 今天有一種節能科技可以使用 你電價很便宜的時候 你可能不會用它 舉例來說 你可以這樣想 有個節能科技 假設你比較花一百萬 如果你電價很便宜的時候 你就不會使用這個科技 可是呢 電價如果很貴的時候 你會不會使用這個科技 你會使用這個科技 所以導致說 這個 在不同的價格區間之下 可能行為會有點不大一樣 因為價格會影響 可是 美國 德國 台灣 這些國家 去approach 這個科技的能力 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來想 所以我說 我們可以用這些不同的國家 來approach 可是重點是說 我們這樣採取哪個國家比較對 那科技 大家approach的能力都一樣 唯一差別當然就是價格 所以我們就來看價格 台灣的價格跟誰比較接近 來 我們來看看台灣的價格 台灣的電力的價格 台灣的電力的價格 這個單位是 那個USCENT KWH 美國的價格呢 是8到17塊 8到17這個分CENT 這個都是2011年的資料 這個都是2011、2012年的資料 吹揚呢 22到39.8 然後呢 德國呢 是34.14 34.14 34.14 所以你覺得應該要採用哪個國家 你覺得應該要採用哪個國家 看起來很像我們應該要apply 美國的這個數字 我們應該要apply美國的這個數字 美國這個數字 所以你大概可以理解 假設說這個消費者 消費者 當然主要是產業 產業的patent 大家都是類似的時候 大家對科技的 approach的能力都是類似的時候 假設這個是電力市場的狀況 電力市場的狀況 你可以理解在不同的價格區間之下 譬如像說 Germany可能是在這個地方 他們價格比較高 Australia可能是在這個地方 然後呢 美國 台灣可能是在這個地方 美國台灣可能是在這個地方 來 台灣的電價是多少 來我剛剛忘記跟大家說 所以可能大家還不太清楚 為什麼 比如說要apply美國的電價 美國的那個彈性的值 因為台灣的電價呢 台灣的電價 台灣的電價呢 在全世界是數一數二低的 全世界是沒有數一數二低 可是也非常低 這個數字 台灣的電價是七到十七 七到十七 所以 你應該要apply美國的啦 apply美國的 apply美國的 你應該是要apply美國的 所以呢 台灣跟美國比較是接近在這裡 台灣的電價跟美國的電價是接近的 所以如果我apply這個數字 是0.872 來我們來看看 所以如果我說 比較合理的數字呢 是我應該要apply 美國的這個彈性的話呢 那應該是0.872 負0.872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就表示說 你的底Q over Q 除以底P over P 如果合適停鑑的話呢 上面是減六趴 電價會是多少 6.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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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答案是 你只要電價漲6.88% 你超過就可以少電做合適 所以這個結論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經濟部長講這個東西呢 是unreasonable unreasonable 少掉做合適電價就會漲15% 你只要漲6.88% 你就可以少電做合適 你就可以少電做合適 所以他講的一個阻礙 他的這個就是阻礙 了解嗎 那我們現在再用另外一個 我剛剛講的這個觀念 intuitive factor 來判斷說 所以我說 這上面這個數字有沒有到 我上面說這個道理 我現在說我們要用0.87了 這個美國這個數字來判斷 然後我們用用看這幾個東西來看看說我這個判斷有沒有到 你可以這樣來想 台灣的電價跟美國的電價是接近的 所以你可以想像我剛剛跟你講的這個故事一樣 你一個工廠在生產 假設說 假設說 你有兩種做法 一個做法呢 是用100 100單位的電力來生產100單位的產出 那另外一個做法是呢 50單位的電力 再加上一個單位的節能設施 然後同樣是100單位的產出 所以你就可以想像當電價比較便宜的時候呢 請問你會不會買節能設施 你可能不會買節能設施 你可能會用100單位的電力來生產100單位的東西嗎 你是不是可以去理解 假設每單位電力只賣1塊錢的時候 那你生產100單位的東西你只要花100塊錢 可是節能設施可能就是100塊錢 所以你不會花節能設施 可是如果一單位電力變成10塊錢的時候 節能設施一樣是100塊的時候 你就會換到底下50單位的電力 加上節能設施再生產100單位的東西 對不對 這我在講什麼啦 這個是非常簡單的一個判斷 就是說講這個兩個方法 100單位的電 然後呢 產出100單位 產出100單位 然後呢 另外一個是50單位的電 加上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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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方法 所以如果你電價是1塊錢的時候呢 如果電價是1塊錢的時候呢 電價1塊錢的時候你會選A嘛對不對 你會選A啊 如果節能你的設施是值100塊錢的話 那如果電價是 電價是10塊錢的時候呢 你會選多少 你會選B啊 你會選B嘛對不對 電價是10塊錢你就會選B 所以你可以理解 在台灣電價便宜的時候呢 大多數的人是用A方法 所以你有沒有替代辦法 有 你會有很多替代辦法 你會有很多B可以選擇 對不對 所以 因為替代比重多 所以你的替代 你的那個需求彈性可值 會是大還是小 大 好 好那如果你是現在是德國 你已經在B方法了 對不對 所以你會有沒有 你有沒有其他方法可以選擇 繼續省錢 不會 如果電價在漲後 你會跳回A方法嗎 不會 你唯一的做法是什麼 減少你的生產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在德國的時候 你可以想像 他大概沒有多少替代比可以用 所以他的財定值應該是大還是小 應該是小 所以同樣的你回到這個case來看 你應該apply美國數字還是德國數字 你就會想說 我們應該要apply美國的數字 對不對 因為在台灣 很多廠商呢 很多簡單設施是沒有使用的 所以他還有這樣的替代品可以用 你可以想像 他們的替代品呢 大概都已經替代辦法都已經用了差不多 所以他的替代產業值呢 當然就會比較小 當然就會比較小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方法來justify 說我用這個數字倒是對還是錯 那我可以給大家一些參考的數字 我記得我也看過一個數字 就是在台灣 台灣的用電效率是非常的差 我看過的數字差不多這樣講 說台灣如果生產100單位電出來 到廠商端呢 廠商端大概只有留七十本真的在使用 這台灣的用電效率 你跟他去查一查 我記得也有看過這個類似相關的這個數據 可是在日本、德國這些地方呢 他們大概是100單位電出來 可能90到95是實際就使用在 實際就使用在生產上面 雖然你其實可以知道 在台灣我們電力的使用是非常非常的不效率 那當然關鍵是什麼 因為我們長期的電價是偏低的 是非常非常低的 這個世界沒有數一數二低啦 可是也是前期低的 相對來說我們的每單位人的那個用電量 在亞洲裡面也是排名前面的 也是排名非常前面 每單位的人的用電量 那我說這是因為台灣人比較浪費嗎 沒彼此 可是另外一個要注意到是說 因為我們商業用電站在上面是偏 所以這表示台灣的工廠生產是比較不效率的 比較不效率 所以同樣的我們的每單位的人的使用呢 那個電量就會比較低 就會比較低 所以我這樣講是justify說這個數字呢 我們用這個數字應該是比用德國的這個數字來的好 用這個美國數字會比用德國數字 然後更貼近真實的情況 更貼近真實的情況 所以回來考慮就是說 所以這個2013、2014的經濟部長說了這個東西呢 他說彈性是負0.1 這個大概是錯的 這個大概是錯的 有沒有問題 所以你知道說這個彈性其實是非常有用的一個概念 可以讓你判斷 至少判斷政治的東西 講真的還是無難 講真的還是無難 所以這個彈性是非常有用的一個概念 好 有沒有問題這個部分 OK啦 OK啦 好 所以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剛剛有同學來問我說 這個彈性呢 既然我可以用在自己價格 對自己需求量的變動 那我可不可以來討論說其他變數變動的時候呢 對需求量變動的影響 當然是可以的 當然是可以的 所以我們接下來再介紹一個概念 這個概念呢 其實也是類似的 其實也是類似的 這個叫做交叉彈性 這個叫交叉彈性 我們知道我們上個禮拜的時候有跟大家提過說 需求量呢 你除了受到自己的價格的變動 自己的價格的影響以外呢 你還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影響 對不對 那因為我們最關心自己的價格 所以我們畫需求線就是畫自己的價格 跟自己的需求量的變動 可是你知道說 你的這個需求量呢 我們一樣會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影響 對不對 那其他那個最重要的其他因素是什麼 Related item 相關產品的價格 所以一樣 我們既然這個概念談的是自己價格的變動 對自己的需求量的變動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談說 其他東西的價格變動 對我自己這個產品的需求變動的影響是什麼 對不對 我們一樣也可以談這個事情 所以 我們接下來談這個概念 就是說這個叫做交叉彈性 這個中文翻交叉彈性 他講的呢 就是說 同樣我們可以把這個概念apply過來 不過你要注意哦 現在談的是需求的變動哦 也就是談的是需求線的這個 那個外語哦 因為現在是其他東西 相關價格的變動 其他相關產品的價格變動 相關產品的價格的變動 他會影響 他會移動你的需求線 可是同樣的 我們可以把這個概念呢 舉牌到這裡來 相關產品的價格變動 然後一樣我談的是變動率 我談的是變動率 我談的是變動率 相關產品的價格變動率 所以呢 一樣我可以把公式呢 寫下來 我現在就直接用小D來代替他了 我現在就直接用小D來代替他 所以這個呢 就叫做交叉彈性 這個就叫做交叉彈性 交叉彈性 所以他討論的是呢 相關產品 相關產品 所以他討論的是呢 比如像說這個PB變動的時候 PB變動的時候呢 他怎麼去影響QA的變動 他怎麼去影響QA的變動 那因為這是其他因素變動 所以你要記得這時候是討論 是討論這個需求線的這個變動 需求線的變動 所以現在我看的是什麼呢 我現在看的是 我現在看的是 需求線的這個變動 這個需求線 需求線的這個變動 以他產品價格來的時候呢 這個需求線的這個變動 這個就是交叉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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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很簡單嘛對不對 上面一樣是底 上面是底QA的Q 這裡一樣是底QA的Q 只是上面是自己的價格 底下這邊呢 變成是其他相關產品的價格 就是這樣而已 一樣upply這個概念 然後一樣upply這個概念 一樣upply這個概念 只是把底下的分子呢 從自己產品的價格呢 改成其他產品的價格 改成其他產品的價格 討論當其他產品的價格變動後 怎麼能夠影響到 我自己產品的需求的變動 那我現在講是 因為是其他因素變動 所以就是需求線在外衣 平移啊 可能外衣可能內衣 是這個意思 有沒有問題這個部分 所以根據這個 所以根據這個交叉彈性的這個值 它的大小 我們就可以定義出說不同產品之間的關係 我們可以定義出不同產品之間的關係 根據交叉彈性的值的大小 我們可以定義出不同產品之間的關係 什麼意思呢 有些時候其他相關產品的價格會上升的時候呢 可能你自己產品的需求量會增加 可是有些時候可能自己產品的需求量會減少 要記得喔 有些時候其他相關產品的價格在上漲的時候呢 可能對你產品的這個需求量的影響 可能有些時候是增加 可是有些時候會減少 什麼情況這樣會增加來我們來講一下 譬如像說我今天說 如果這個PB的價格上漲 B的價格上漲 然後呢 你的這個需求量呢 是怎麼樣 你的這個需求量呢 也上漲 這是什麼意思 B的產品上漲 那A的需求量增加 什麼意思 這個意思就是說 譬如像說三明治的價格上漲 R 麵包 飯糰的需求量增加 對不對 因為三明治的價格上漲 所以餐餐來買三明治的飯糰來買飯糰 對 所以這兩種是替代品 這兩種是替代品 所以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指的是 如果PB 增加 QA 增加 表示這兩個變重是同方向 所以表示他們的交叉彈性呢 這個交叉彈性呢 A 雄 C B A 是大於0 那這個例子呢 是什麼呢 比如像三明治跟麵包 三明治跟麵包 這個麵包字比較多 飯糰好了 飯糰 飯糰 三明治跟飯糰 這個就是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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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說 如果說今天的情況是什麼呢 今天的情況是 PB 的價格上漲了 結果 QA 的需求量是下跌了 那這個呢 這個呢是什麼意思 PB 的價格上漲了 QA 的量反的下跌 所以是變動是反方向的 變動是反方向的 變動是反方向的時候呢 表示交叉彈性的是小於0 那這個時候呢 那這個時候呢 他們是護股品 哪一位什麼是護股品 可以理解 什麼東西是 B 的產品價格上漲了 A 的需求量反的下跌 比如像你吃飯糰到配紅茶 那如果紅茶價格上漲的時候呢 你可能會想說 所以我就不買飯了 因為我紅茶價格上漲 我就會少買紅茶 我不買紅茶我就覺得說 我吃飯糰很乾 所以我就不想要 我就不想要買飯糰 或者吃薯條一定要配可樂嘛 吃薯條一定要配可樂 在可樂的價格如果上漲的時候 我可能就想說我就不買可樂 相對來說 我就會減少我對薯條的貢 那這個叫做什麼 護股品 護股品 這個叫護股品 有一些更有名的例子 我覺得我們可以拿出來講 這些例子是很有趣的例子 希望我們還有時間 這些例子是這樣子 比如像說呢 這個 Smartphone 這個智慧型手機跟APP 智慧型手機跟APP 這個智慧型手機跟APP 這個就是護股品 你買智慧型手機 你一定有很多APP搭配啊 如果你APP只有一點點搭配 就會減少你對智慧型手機的需求 你就會買比較少 你就會買比較少 那還有另外一個呢 這個例子是什麼呢 那個遊戲主機 遊戲主機跟遊戲 遊戲主機跟遊戲 來我們來講一個很有名的例子 這個是任天堂的故事 大家知道什麼是任天堂 Nintendo 應該知道了 Ninte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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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90年代的時候 你應該有幾乎稱霸遊戲主機的市場 講到遊戲主機大概就是任天堂 講到遊戲主機就是任天堂 那任天堂呢 他在1996年的時候 1996年的時候 他出了一個叫做M64的這個主機 M64我猜大概大多數人都不知道 因為1991年的時候 你大概一歲到兩歲 M64呢 M64這個機器呢 即便到現在 我那時候有去看過人家美國在 即便到現在還是被認為 是歷史上曾經出過最好的主機之一 最好的主機之一 有個傳說是這個樣子 有個傳說是這樣的 就是說當年M64再出來的時候 美國跟日本政府禁止任天堂 把M64這個主機的進口到 出口到中東地區去 為什麼 因為他的晶片太強了 他們那時候很怕說那個海山呢 把這個M64的底面晶片拿來做飛彈 拿去交到他們的飛彈 所以有這個傳說 你就知道說 M64是非常強的主機 就是至少在業界來都是覺得這個機器是不錯的 可是我要跟你說 他的銷售呢 奇產無比 他的銷售奇產無比 那為什麼 關鍵就在於說 他那時候跟他的什麼 跟他的一個廠商 這個廠商的叫做史克威爾 跟史克威爾起了嚴重的衝突 史克威爾Soft 史克威爾Soft 史克威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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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很多人沒聽過啦 不過史克威爾他出了一些厲害的遊戲 其中一個遊戲可能有了 很多人就聽過 我叫做Final Fantasy Final Fantasy Final Fantasy 現在到第幾代 告人瞎尾 現在到第15代 15代 也記16 還15代 Final Fantasy 15代 太空戰士 他是1990年就開始的遊戲 這個非常厲害的遊戲 太空戰士 台灣翻太空戰士 Final Fantasy 他曾經在第四代拍過電影 可能你不知道Final Fantasy 是你可能知道Final Fantasy的對台 史克威爾 他的一個死對頭 他有一個死對頭 在1990年代的時候 叫做MX MX出了一個遊戲叫做 追跟Christ 追跟Christ 可能很多人就聽過 為什麼很多人聽過呢 來 追跟Christ 這個叫做 勇者揍二龍 勇者揍二龍 後來出到其他一個八代 我弟還寫過他的工樂本 出了他的工樂本 第八代工樂本 他們台大電玩社很厲害的 他們就可以出工樂本 他都是直接玩日文 所以台大電玩社畢業的時候 大學都念了六七年 可是畢業的時候 幾乎每個人都會用日文一起鑑定 因為都在寫工樂本 然後都會出工樂本 追跟Christ 追跟Christ 為什麼我會說很多人都聽過呢 因為有個卡通叫Adventure Time Adventure Time有什麼樣 Adventure Time的寶貝 跟阿寶的故事 對不對 阿寶為什麼每次揹個寶劍 然後去人家鑽地洞 然後去人家家裡搬那個 各式各樣的寶物 這個就是追跟Christ來的 勇者鬥龍 沒有鬥龍 有些奇怪的故事 比如像那個勇者跑去人家 後面就被人家 跑去人家 開人家的家裡 敲人家的寶石 或是去地洞裡面挖寶 那個 Adventure Time應該是在 酷手追跟Christ這個遊戲 我猜了 我猜 所以史克威爾 在1990年代的時候 他有個史對手叫做Enders 然後Enders 就是出最後Quest的 最後Quest跟Final Fantasy 基本上也是打對台的遊戲 好 那我要說為什麼 Nintendo 跟史克威爾 在1990年代的時候翻演 史克威爾的Final Fantasy 其實在1990年代前半夜的時候 都一直支援任天堂的機器 可是任天堂這些公司 他在1996年那個時候 他也不知道哪個東西不對 就是史克威爾決定要建立自己的銷售管道 決定要自己的銷售管道 然後任天堂這間公司 雖然技術不錯 可是呢 從他過去的經驗來看 他的必死理石操作 一直都有點問題 一直都怪怪的 所以他在1990年代的時候 他一直把史克威爾 當成是他的小弟 然後史克威爾今天 他就要成立他的那個 自己的銷售管道的時候 任天堂就不爽了 就覺得說你怎麼可以 成立自己的銷售管道 你是我的部署之類的 所以他就跟史克威爾開始打對 他就開始戰史克威爾 那結果呢 他那時候忽略了一件事情 遊戲主機的這個市場 在1990年代打開以後呢 其實不少公司要做 其中有個公司叫做Sony Sony在1990年都出了一個主機很大 大家都知道 這個叫做PS PlayStation PlayStation 1996年的時候呢 史克威爾接近自己的銷售管道 結果任天堂就不想要 史克威爾自己獨立成立銷售管道 就開始打壓史克威爾 結果史克威爾呢 就跑去找Sony 結果同時在M60出來 這台機器出來的 同時出 PlayStation出來 結果 因為我Final Fantasy呢 在1996年以後呢 他只支援PlayStation 他只支援PlayStation的這個機器 他只支援PlayStation的機器 結果就造成了 我剛剛講的 M60是呢 雖然他的機器被人家成為 是說有史以來最好的機器之一 不是最好 可是至少是之一 One of the top 可是因為他沒有史克威爾支援 史克威爾像Final Fantasy 這個是很好的遊戲啊 他除了Final Fantasy 還有一大堆 像什麼聖劍傳說 他可能不得 不得娘腿 他可能不得 聖劍傳說 像這種奇奇怪怪的遊戲 他出很多這個遊戲 那所以M64呢 雖然機器很強 可是他可以支援的遊戲 相對來說是少玩多 那你玩家你要買機器幹嘛 你不會也要買機器啊 你一定是買機器搭配 搭配遊戲 所以因此造成了M64的銷售 非常非常的差 關鍵在於是說 後來他們就翻臉了 他就沒有資源 所以他的銷售就非常的爛 那任天堂呢 曾經就跑到我們二十世紀初學的時候呢 就曾經習度 陷入非常嚴重的營運危機 營運危機 那史克威爾在這裡 他有 他有 他最後有勝出嗎 史克威爾的歷史是這個樣子 他在那一場仗呢 他不支援任天堂 然後他跟Sony的PlayStation合作 他確實後來 有一陣子也過得不錯了 可是他後來翻臉了幾十代的時候呢 他就拍電影了 他這個拍那個電影呢 據說概念太過超前 翻臉了幾十代 他有這個電影可以去看 可能還找得到 這個2000年的時候 你去想說 2000年他可以派出這種電影 非常非常的厲害 可是因為概念太過超前 所以全球票房非常差 結果就是把史克威爾拖廣了 他史克威爾拖廣以後呢 到2006年 2003年以後 他就跟MX合併 所以現在你們比較沒有看到這間公司 因為他跟MX合併 MX他除了遊戲像這跟Face 我覺得差不多差不多 可是他 他們那個老闆呢 是非常厲害的生意 所以大家知道 念管理學院 其實是有幫助的 因為這三間公司裡面 最後的大人家是 我覺得是MX MX的老闆是很厲害的Businessman 他是很厲害Businessman 所以後來這兩間公司在2000年以後 就合併成一間 要合併成一間 就2000年以後 就合併成一間公司 那任天堂後來又 反正經過了一頓混順下 又敗部 這兩天我要跟你講故事是什麼呢 在1996年的這個事情 你有空的話 你可以去搬 有些書在討論這個東西 1996年的時候 他們這個戰爭 會之所以會 搞到任天堂後 後來把自己脫寶 就是因為 史克威爾 史克威爾對你來說 他其實是生產你的護股品 Games Games Consolent 遊戲主機跟遊戲 基本上是護股品的關係 所以他們其實應該是朋友 而不是敵人 應該是朋友或是敵人 所以任天堂就是 錯把朋友當敵人 錯把朋友當敵人 所以我要跟你說的是說 這個護股品跟替代你的判斷 在商業上是重要的 因為它會幫助你判斷 誰應該是你的朋友 或誰應該是你的敵人 那你只要做錯決策 像任天堂這個故事就是 你把朋友當成敵人打 他打到最後就是你自己死 因為 他就不知道我怕必勝利是決策是什麼 就 此刻我也應該是你的朋友 就要把他當敵人打 打到最後就是我自己也死 那我為什麼前面講 什麼他的共分APP呢 因為賈博士就知道這點 他在推出他剛開始 在推出他的智慧型手機的時候 他們大力支援很多APP的公司 他大力支援很多APP的公司 他知道我智慧型手機要賣得好 一定是一大堆APP APP越多我智慧型手機賣的會越好 所以他支援很多APP的公司 然後當然他還有很多其他行銷手段 可是至少他沒有錯把朋友當機的 所以這個東西非常的重要 這個東西非常的重要 希望有你們在做在Bits上面的時候 要記得這個事情 朋友跟敵人要分得清楚 有些時候你可能覺得某某人是你的敵人 可是我要跟你說 所有敵人跟朋友的那個判斷呢 譬如像如果你在判斷這個 倒零基代表來護補品的時候 你要拿資料來看 很多時候可能有些東西你可能很直觀 智慧型手機跟APP 遊戲主機跟遊戲 這個都是護補品 很清楚 很清楚 可是有些時候呢 有些東西就不是那麼清楚 譬如像說 Volks Home 打手機的時候呢 你用那個 聲音這樣去打 跟簡訊 這兩種圖到底是護補品 還是替代補品 可能一般來說直觀會覺得是替代補品 如果我會跟你說 在新加坡那個地方 有人去算算出來 他們這兩種東西是護補品 所以很難說 很難說 有些時候你還要看資料 有些時候你還要看資料 不過大多數時候呢 當然你可以從一天直觀來做判斷 不過呢 要確認的時候你還是要看資料 要確認的時候你還是要看資料 管理 要憑資料 再做判斷會比較清楚 好 我們最後再講一個 我們剛剛講的兩種產品之間的關係呢 有替代品 有副補品 當然還有就是獨立產品 就是兩個產品完全沒有關係 什麼叫完全沒有關係 就是說譬如像PB的價格上漲的時候呢 你QA的需求量呢 無動於衷 這個叫做獨立產品 譬如像什麼 電射價格上漲會影響你對販團的需求 不會 所以這個就叫做獨立產品 這個就叫做獨立產品 所以根據交叉彈性的這個值呢 可以幫你定義出不同產品之間的關係 不同產品之間的關係 有沒有問題這個部分 OK啦 OK啦 好 那所得彈性呢 我們下個禮拜再講 沒有時間了 不過呢 我們來最後再講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跟你的作業有點關係 所以我很快的講一次 我很快的講一次 這個呢 你們翻到你們的課綱 講綱 講綱的最後一頁 有個彈性的利用 彈性的利用 我會希望你們上網下載 最後一筆也是跟這個有點關係 你講綱如果很不清楚的話呢 你去看講綱的最後一題 有個彈性的利用 這個這一題裡面呢 給你的幾個數字 這個就是我講的 人家學者實際去算 算新加坡的那個行動 行動通訊的市場 去算那個voice call 就是你打那個手機用聲音的 跟簡訊服務 這兩種服務之間的 那個那個需求彈性跟替代彈性 需求彈性跟交叉彈性是多少 然後他就給了幾個數字 然後我很快把那些數字給抄下來 他講了幾個數字 他講了說 這個 他去算新加坡的兩種服務 兩種服務 一個是voice call 一個是voice call 我用vc 一個是簡訊服務 簡訊服務 簡訊服務 他去算新加坡的 新加坡的這個 這兩種服務 在這個新加坡這個行動通訊的這個市場上 簡訊服務跟voice call 這兩個市場的需求彈性 跟替代彈性 我用一個表來把它表示出來 表示出來 然後我用這個交叉表來表示出來 他給你幾個數字 第一個他說 voice call 他自己 自己價格的需求 自己價格的需求彈性是 負0.085 負0.085 我把它擺在這個表 表示說呢 這是什麼 自己價格的變動 影響自己 voice call的價格變動 影響voice call的這個需求量 我給他給你這個數字 然後他也給你什麼數字呢 他也給你說 簡訊服務的價格變動的時候 怎麼樣去影響到voice call的這個需求的變動 所以他說這個交叉表是負0.078 他給你這個數字 同樣的 他也給你這個 簡訊服務呢 他的on price 這個體 就是自己的這個 SMS 自己的 SMS 自己的這個價格的變動 怎麼去影響到SMS 自己的那個需求量的變動 他說呢 自己價格的需求彈性 在簡訊服務 他說是負0.03 然後呢 他也說了 說voice call 怎麼去影響到簡訊服務的這個需求量 需求的變動 他說是負0.003 這題他講這個東西 這題他講這個東西 那題目問什麼呢 題目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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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這個voice call的價格呢 我這個voice call的價格呢 下降5%的時候 下降5%的時候 voice call的價格下降5%的時候呢 他問你說 這個voice call voice call的這個什麼 revenue voice call的revenue voice call的revenue是什麼意思 就是voice call的P的VC 乘上Q的VC的變動 是怎麼一回事 他問你這個題目 他問你這個題目 那這個題目怎麼做 我很快把它寫下去 然後大家可以抄起來 然後回去我會下 放另外一個題目 你們再做一次 大概就會知道 我們小寶會考這個東西 因為實務上呢 你會碰到很多 顧問報告你買的時候 他就會給你這個標 然後你們在用的時候 大概就是這樣在用 好 好 你怎麼回答這個問題 首先你當然要把 這個revenue寫下來 什麼是revenue voice call的revenue 是PVC乘上QVC對不對 好 那雖然我現在說 voice call下降5% 所以表示什麼意思 你新的價格 是原來價格的0.95倍 0.95倍 所以舊的價格是原來的價格的0.95倍 OK 然後現在你要問的問題 問題是說 所以 新的這個量呢 會怎麼變動 對不對 你現在要問的是說 這個新的量會怎麼變動 那怎麼來看這個東西 來 這裡已經跟你講這個事情 新的這個量會怎麼變動 你可以知道說 好 這個需求彈性跟你講是 負0.085 對不對 負0.085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比Q over Q 除以比P over P 對不對 那現在你的比P over P 是多少 下降5% 所以你的下降5% 你就是帶負5%進去 那 比Q over Q呢 是多少 這樣你就可以做得出來 對不對 對不對 殘性跟你說是負0.085 價格下降5% 所以是負5% 所以同樣的 你在這裡面 你就可以知道 比Q over Q是多少 就是負5% 乘上負0.085 得到的結果呢 會是負0.0.425% 負0.0.425% OK啦 這個應該很簡單 所以你就知道 你現在新的Q是什麼呢 增加 就有的 就有的Q在增加 0.425% 所以就是原本的1 加上0.00425 0.00425 Q的O 就是這樣在用 所以得到的結果是多少呢 得到的結果就會是說 你這個新的PVC 乘上QVC呢 得到的結果就會是 0.954 乘上P的O 再乘上Q的O 你現在價格下降5% 它需求量上漲多少 上漲0.125% 所以就是新的價格 是舊的價格 乘上0.95 新的數量是舊的數量 乘上1加上0.00425 所以你就得到這個東西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表示說現在 新的Revering呢 下降4.6% 下降4.6% 所以你們的作業跟你們的小稿題目呢 會有這種東西 可以啦 這個部分 然後這題的B呢 這題的B呢 比較簡單 比較簡單 B講完我們就可以下課了 B呢 它講的是什麼呢 它問的是說 如果你Voice Call呢 上漲5% 那你的簡訊服務的Revering 會怎麼樣影響 B的題目呢 問的是這個 B的題目問的是這個 它說 如果你的Voice Call呢 上漲5% 你的這個什麼 簡訊服務的Revering呢 會怎麼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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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樣你把這個拿出來寫 簡訊服務的Revering 變動 所以還是原來的Joy的價格 SMS的價格 量會不會變動 會變動 因為交叉彈性跟你說會變動 交叉彈性呢說什麼 交叉彈性說 這個 當你的Voice Call的價格變動的時候呢 你的這個SMS數量會有變動 然後他說 他的變動比例是多少 來這邊你要正確的Apply數字 這邊講是Voice Call變動 怎麼去影響QSMS的數量的變動 那要用哪個數字 -0.003這個數字 所以就把-0.003這個數字給帶進來 帶進來 價格變動是5% 正5% 然後你去算上面這個 SMS的變動 SMS的變動 基本上就這樣在使用 所以最後呢 你會知道說 你會知道說 你的這個 SMS的變動呢 SMS的變動呢 會是 這5%乘上-0.003 所以會是-0.015% -0.05% 所以你會知道說 你的這個Q呢 你的SMS沒有變動 可是你的Q呢 下降多少 0.015% 0.015% 所以價格不變 數量呢 減少0.015% 所以你會知道 你的結論是什麼 你的結論是整體的這個東西呢 會下降0.015% 所以這個比較簡單 你只是要正確的apply交叉彈性 你只要對交叉彈性有正確的觀念 你就可以解答這一題 OK啦 現在這樣看起來還是很不清楚 可是你練習題 有做過一遍 你就會知道 請趙總大家下載這個題目 那你這個題目呢 有四個小回道 我們做到爽 以後就知道 我們下個剛才教會 沒有問題啦 OK啦 沒有的話 我們今天就上課上到這邊 上課上到這邊 後面聽得到嗎 後面的可以聽得到 OK 好 那 好 後面的聽得到 後面的OK啦 OK OK 那個上課前 OK 我們開始上課 後面的可不可以聽得到 可以啦 可以啦 OK啦 好 好 上課前 一件事情先講一下 那個 王俊強 等一下 我再跟你講 我再跟你講 那那個 王俊強 在不在 王俊強到我來 你下課再找我好了 好 王俊強 那那個 肥樂清 那我來 江樂清 江樂清 江樂清沒有了 那你一樣下課來找我一下 OK 那那個 肥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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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靜到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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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班的肥靜 肥靜到我來 應該只有兩個 好 好 那個 上課前先跟大家做一下 那個 你看一樣有作業 可能 大概一個時候 十一課大家大概上課 知道我們上課的風格 大概知道我們上課的風格 所以 那個 你作業 在十一課前要教 就在十一課前要教 有的人可能會拖 如果你要 你不是什麼其他的理由 就是上課 十一課就要在那邊寫 那你也可以 十一課後教 不過分數就會比較低 分數就會比較低 所以 十一課 那個 作業記得還是在十一課前教 大家也知道 那 那個 十一課的小考 很大部數的人 如果你有寫作業 要看起來都會搞得不錯 大概看起來都會搞得不錯 所以 你作業就寫一寫 認真寫 我們 那個 作業基本上不會看對錯 基本上不會看對錯 就看你認真程度 看對錯是小考 看對錯是小考 所以如果你只要認真寫 你小考大概就會錯 所以我看那個 這次小考考 大家也要說 還OK 所以一樣 下禮拜作業 實習課前教 然後組織小考 然後最後的題目在這邊 看得很像不清楚 你等一下下課可以來看 因為我 就怕在這邊 這邊呢 比都沒什麼水了 所以沒有辦法 那個第六版是 54 56 57 你可以翻到143頁 因為很像第五版 就是那個紅頂 紅黑色的那個 就是54 56 57 你要再157頁 那可能好像亞洲版的 你知道 如果看不清楚 你下課 下課可以來這邊看一下 看一下 然後後面有個 17頁 那相關的作業 大概我今天都會講 我今天上課 你在這上課 大概做了什麼 大概都會做 如果不大清楚的話 你就再去看一下 再去看一下 那個上課我講的東西 大概可能就會有點概念 好 那前兩個禮拜呢 我們的課大概就跟大家講 有一個最基本的 供給跟持續求 也就是說 前兩個禮拜的課裡面呢 我們大概跟你講 什麼是供給的樣子 什麼是需求的樣子 然後我們也簡單討論了彈性 然後也簡單討論了一個均衡 那我們今天呢 基本上就會開始來進步來談說 為什麼需求限是負協率的 那我們之後呢 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就要來談 為什麼供給限是正協率 我們之前有跟你講過 需求限是負協率的 有跟你講的基本的簡單的理由 那公平現在也是一個簡單的理由 不過今天我們會稍微把 背後的東西 稍微談得更清楚一點 談得更清楚一點 那上個禮拜呢 我們一樣有講彈性 那彈性呢 最後我留了一個 所得的彈性裡面 我說 那我們今天很快的 把它講過一次 我們上個禮拜有說 什麼叫做彈性 我們談了需求彈性 也談了叫殺彈性 我們有說 什麼叫做需求呢 需求在討論的是 那個價格跟消費者願意錢 能夠購買的量之間的關係 這是在需求線 那我們比如說這個需求量 跟消費者願意錢 能夠購買的這個數量 消費者願意錢 能夠購買的數量 這個是受到很多因素影響 對不對 受到很多因素影響 禮拜十一刻有時候就問我說 這個需求量我可不可以看得到 我會跟你說 實際上在市場裡面的時候 實際上在市場裡面的時候 大多數時候你是看不到需求量 你只能看到說 譬如說我現在設定這個價格 如果你今天面對的是 你的產品是特殊的產品 你只看到說你設定的這個價格 那消費者願意來買多少量 那如果你是觀察整個市場 on average來說整個市場的話 你只能看到的是均衡的數量跟價格 你其實看不到其他的東西 在市場的時候 你看到的那個交易價格跟交易量 那個叫做均衡價格跟均衡數量 這個是比較複雜的概念 也就是說在市場上你看到的價格是什麼 買賣雙方說剛好OK 那我們就成交了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這個價格是均衡的價格 你看不到說 如果我叫一個變高點的時候 我要那個 那那個 消費者願意錢能夠購買這種東西 你其實是看不到 那 當然現在的統計計算方法 可以幫你抓到這些東西 不過這個是比較高深的技術 我在做班的 比較難 高難度的課會談這種問題 談說怎麼透過資料來抓這個東西 可是你要知道 你在市場上 比如像你看到今天毛租交易價格 一投租七八千塊錢 那個叫做均衡價格 那個是買賣雙方合一講完的結果 了解嗎 這個是個重要的概念 那如果你自己賣 比如像你自己賣特殊的產品 你賣那個 你掛你這個牌子 比如像說那個 文藝復興 知道文藝復興這間店 在那個結論站後面 那個項目裡面 在那個結論上一出來 有一間 有一間那個 什麼都賣的店 像裡面有一間文藝復興來查 比如像你是賣文藝復興來查 文藝復興來查 譬如說 欲點查跟文藝復興是特殊產品 對不對 你是特殊產品 那這種特殊產品 你可能 你在設定一個價格的時候 你會知道 消費者願意錢 能夠購買的量 因為就是你這個產品而已 你就是唯一的公主商 如果你網上價格調點 可能消費量會少一點 那你大概也可以判斷的出來 比如像我這個月漲價 漲價五塊錢 文藝復興來查是特殊產品 這個跟乾奶查比較不一樣 玉典茶也是 玉典茶也是 是用普爾加奶茶 普爾加奶茶在弄 他也是特殊產品 所以他如果價值一漲的時候 今天這個月來買的人都變成 他可能就可以知道說 可以去透過這些數據 去抓住他願意錢 消費者願意錢 能夠購買的量 在不同價格之下的結果 因為就是你這一間 如果你漲價 消費者願意買量這樣子 降價消費者願意買量增多 你大概可以抓到一些 一些給利不同價格之下 消費者對你的產品 願意錢能夠購買的數量 了解 所以我要講的是什麼呢 我要講的是說 這個需求呢 需求量消費者願意錢能夠購買的數量 受到很多因素影響 第一個是價格 那我說我們關心價格 所以我們在 畫需求線的時候 我們就特地把價格跟數量拿出來畫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講彈性 就講說 如果你價格變動一個百分比 平均而言 你的需求量會變到多少百分比 記得彈性是百分比對百分比的概念 所以我上個禮拜也說 所以我同樣可以把這個想法 排到其他的變動關係上面 對不對 願意錢能夠購買的數量 除了受到自己的價格影響以外 還會受到其他東西的影響 比如說到其他產品的價格影響 對不對 五億復興的奶茶 如果他價格少上價 那一定會影響到一點茶的需求量 對不對 一定會影響到續續的奶茶 就這樣 那可能一樣也會影響到 on average 一般奶茶的需求量 我們就要on average 一般奶茶 就是主食欄 先查到 在過去有一些什麼 那個什麼 心育 在古山左腳對面那一盤 那三天賣的時候 你可能沒有差不多 都差不多長不一樣 可能也會影響到那邊的東西 所以 我們上個禮拜就講了交叉彈性 對不對 玉典茶的價格漲 然後 五億復興的價格漲 一定會影響到雙方的需求量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說 既然 A 產品的價格上 會影響B 產品的需求量 那我們一樣也可以把彈性更趕快到這裡來 所以我們上次有講比較好彈性 對不對 我們講說 A 產品價格變重一個百分比 怎麼會影響到B 產品的需求 需求的變動 那個消費者 對B 產品 願意能夠購買的數量的變動 那因為是A 產品這個叫外申的變動 所以我們在談這個變動後 就是整個需求線會平移去的 了解 記得我們上個禮拜都有講這個事情 就是整個需求線的平移 因為這是外申的變動 不是屬於自己價格對自己需求量 不是屬於B 產品價格對B 產品需求量的變動 而是屬於A 產品價格對B 產品需求量的變動 所以是整條線的平移 整條線的平移 我們可以apply這個概念 所以同樣 我們有很多其他因素 我們都可以apply這個想法 所以我們今天呢 我們上個禮拜留到最後一個沒有要講 就是我一樣可以把這個想法 apply到所得上面 我可以來考慮說 當一般的所得變動的時候呢 變動一個百分比的時候呢 對整個需求的變動的百分比 是怎麼一回事 那這個概念就叫做所得彈性 用H 相信大家考試考過以後 大概都會對這個什麼需求 在這個彈性的概念 有點在這個彈性的概念清楚 所以一樣配合拍到這個 所得彈性 把彈性的概念 拍到所得上面 上面的分子一樣是需求的變動率 上個禮拜我們講交叉彈性上面是需求變動率對不對 交叉彈性的時候分母是什麼 是其他成品的價格嘛 對不對 變動率 現在我們就只是把它變成所得了 把它變成所得 所以是需求變動率除於所得的變動率 那因為是百分比 所以我就是比Q除以QG的 上面是Q微小的變動 所以Q本來變動 所以這個就是百分比的概念對不對 你變動一單位 所以你本來有100單位的那個 那個售出的數量 所以就1% 所以把它底下呢 就是所得 所得增長10塊錢 本來的所得是3萬 那就是10塊錢除以3萬 這個也是變動百分比的概念 所以這個就叫做所得彈性 應該很簡單啦 你們考試 調高考過 應該對這個AQ的概念 對這個彈性會的概念會比較清楚 那我們上個禮拜談交叉彈性的時候呢 我們有說不同產品之間交叉彈性的值呢 可以定義不同產品間他們的關係 對不對 比如像如果我們說交叉彈性 A產品所以B產品的交叉彈性 是大於0的 這是什麼意思 這表示A產品跟B產品是替代值 對不對 A產品價格上升的時候呢 B產品的需求會增加 表示他們是肩負互相替代 所以A產品價格上升的時候呢 本來買A產品的人 會不會是買B產品 交叉彈性如果是小於0的時候 表示什麼 兩種產品之間是互補補 我們下個禮拜講過 所以同樣的所得彈性的值呢 根據它的值呢 我們也可以定義出這個產品的不同的特性 也可以定義出產品的不同的特性 舉例來說 你算出所得彈性呢 你可以得到所得彈性可能是正的 可能是負的 如果所得彈性是負的呢 表示它是小於0 那小於0可能意思 表示說你所得上升的時候呢 你的需求會下降 所得上升一個百分比 需求可能會下降幾個百分比 所以我們稱這個叫列的 來 同樣的 有其他 有另外一種產品是所得上升的時候呢 比方所得增加10% 你對這個東西的需求量會增加 增加可能增加10% 可能增加5% 可能增加20% 但重點就會增加 如果你的所得上升 你對這個產品的需求量 需求也增加 這表示這兩個變動關係 同樣變動關係 所以表示所得彈性是大於0 那這種產品我們叫它正常財 正常財 理解了 所得彈性小於0 列整財 所得彈性大於0 正常財 所得彈性小於0 表示所得增加的時候 你對這個東西的消費就減緩 就不要了 所以是列整財 哪些東西是列整財 泡麵 對泡麵 這個是很好的意思 泡麵 大學生可能每天都會有一餐要吃泡麵 因為所得比較低 你可能每個人都會吃飯 可是等到你有錢 你就不能這樣再吃下去了 你只要這樣吃下去 身體會爆掉 你可能一個月或三個月的年 我以前泡麵也吃很兇 現在幾乎都不吃了 一年大概有自己的 所以泡麵這個是列整財 你變有錢的時候 你對它的消費會減少 那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其他例子 泡麵 還有沒有其他例子 列整財 有個列整財 例子是這個 就是大家知道我們台灣 有個很有名人姓邱 然後每次會在 以前會在電視上 講說有的沒有的 這個邱慶明水 然後他是禿頭 他都會講說他有頭髮 對不對 大家知道 有個邱慶禿頭 每次都會講說自己很有頭髮 然後每次在那個電視上 都會講話說 對他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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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老婆就是列等財 老婆就是列等財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人他離婚過三次 那你去觀察他的那個pattern 他的pattern 就是他每次變有錢 原來的老婆就會丟掉 所以對他來說 老婆是列等財 在這邊 所以如果你要找老公老婆 你要注意這種人 你要去觀察他的pattern 對不對 你跟人家結婚 但是希望夫妻大家一起努力 變得更有錢 可是如果有的人的pattern 是他變有錢 他就會把原來老婆丟掉 那你知道老婆對他是列等財 那比較小心這種人 然後你不能跟著我們在一起 不然你除非你要保持你的地位 就是大家時間沒潛責 那你很賠優 所以OK 這樣出於這個 某修信夫頭 這要來說老婆是列等財 所以大家要注意 招倉妻 當然不見得是老婆 可能對某些女生來說 老公也是列等財 老公也是列等財 OK 所以這要注意 大多數的人來說 老婆老公應該是正常財 正常財就是一般的例子 正常財就是一般的例子 比如說你衣服的消費 你可能是大學生的時候 比較沒錢 你可能一年買一件兩件新衣服 可是如果你有錢的時候 你可能變成每個月都買一件 每個月都買一件 這個就是正常財 然後所得上升出家會上升 聽點唱會這個也是 你可能以前一年才聽一次 有錢後你可能每個月都會去聽 每個月每兩個月都會去聽一次 這個就是正常財 這種就是正常財 那同樣的在正常財裡面呢 我們還可以對所得彈性 是在0跟1之間 還是大於1之間做區分 0跟1之間叫做必需品 1以上叫做奢侈性 什麼叫0跟1之間 比如像說你的所得增長10% 你對這個東西購買的數量呢 可是增長小於10% 增長小於10% 舉例來說像吃東西的花費食物 吃東西的花費食物 你可能所得從3萬變成4萬 那你可能一個月吃東西的花費呢 從3000 然後你會成長 會吃好一點 可是可能你會變到4000 當然可能對有些人來說 他可能所得從3萬變4萬 他吃東西的花費 從3000變5000 不過很多人他可能 大多數人是從3000變到4500 吃東西的花費 那這麼一來 你就可以看得到說 你所得增長呢 從3萬到4萬是增長33% 可是吃東西的花費呢 沒有增長到33% 這個就叫做BG品 會增加 可是不會增加太多 不會增加太多 那奢侈品就是會增加很多 這樣拼演唱會 這種東西 不要你所得3萬到4萬 本來拼演唱會的花費是0 現在拼演唱會的花費可能是300 現在就變成600 或甚至變成900 這個增長幅度就很大 這個就叫做奢侈品 這個就叫做奢侈品 所以根據所得才定0跟1之間 或大1 你也可以去定義出必需品跟奢侈品 這個東西大概大家就比較有一些概念 或是說我們可以拿數字來看 奢侈品有哪些 就很常看到像我講的那個 演唱會的花費 或是鑽石黃金的花費 那對某些人來說 這個琴富也是奢侈品 就是沒錢的時候就一個都沒有 有錢的時候就開始迅猛增加琴富 可能所得增長從3萬變成30萬 所得的數量從0到1 從增長幅度很大 然後可能30萬到40萬 月收入30萬到40萬的 琴富增加開始從1變到2之類的 然後琴富對某些人來說 可能這個就是奢侈品 可能這個就是奢侈品 那有哪些東西是 on average來說是必需品或奢侈品的 我們來看一些數據 我們來看一些數據 譬如像說在美國 在美國 他們估計出所得彈性的值 估計出所得彈性的值 來第一個是9 大家覺得9是什麼 奢侈品還是必需品 錯 酒是必需品 在美國在說酒是必需品 0.2 所得彈性是0.2 就是說你所得便有錢的 你喝的數量大概是固定的 不然突然變有錢 又變成蓄酒的風 又變成蓄酒風 消費量大概是固定的 酒啦 必需品 酒是必需品 那食物 食物顯然是必需品 但美國估計算是0.8 汽車呢 你覺得對美國來說 汽車是必需品還是奢侈品 奢侈品 奢侈品 但你對美國來說 車子其實還是奢侈品 1.93 所得彈性是1.93 所以我就說 有些時候你要看數據才知道 像9 酒這邊其實是必需品 大家就覺得是奢侈品 可是在美國9是必需品 車子還是奢侈品 來 那在台灣 你覺得 教育 你覺得教育是什麼 必需品還是奢侈品 必需品 錯是奢侈品 這個題目 這個很好玩 這個 教育是奢侈品還是必需品 我在一般大學部每次問大家都是必需品 可是我在那種碩士班問那個在職人 是大家全部都說是奢侈品 教育其實是奢侈品1.15 為什麼呢 因為教育的花費其實除了一般的 那個義務教育 或是到現在高等教育 其實很多花費是花費在 花費在才藝班幼稚園這種中心 那才藝班幼稚園這種中心 你就知道說所得增長的狀況 其實你會更願意花費在小孩增長 花在才藝班幼稚園 所以為什麼說你在那天 我在那個 那個碩士班到的在職生物這個問題 大家都會說是奢侈品 因為他們很有經驗 很多人是有小孩的 很多人是有小孩 所以大家知道教育的畫面是奢侈品 如果對還沒有小孩的人來說 就會覺得說這個很像高等教育 現在在高等教育大學生還沒有小孩 就會覺得很像是 從小到大這個人家是必需化的 你會覺得是必需品 不過真正的數字是它其實是奢侈品 教育其實是奢侈品 教育是奢侈品 教育的花費 你只要想想看 對台灣人來說很多教育的花費 比如像裡面大學可能一年花費大概多少 五萬吧 就是學費的部分可能五萬六萬 五萬六萬在幼稚園 幼稚園花費大概在台北的幼稚園 大概三個月就幹掉了 他們可能在台北市的幼稚園 一個月的月費 一萬我們算是便宜 on-edge可能兩萬 可能就兩萬 所以在教育 像幼稚園這種 才藝一般這種 這個是奢侈品 所以教育on-edge來說 在台灣是奢侈品 是奢侈品 這個 好 那我們再介紹一個概念 這個概念叫做 Angers Law Angers Law 他就 透過這個概念 就可以比較理解 在我講說 必須平等奢侈品 這個所謂的所得 台幣大一跟小一 是什麼意思 Angers Law 是一個 19世紀的經濟學家 他觀察了結果 他觀察什麼呢 他觀察那時候的歐洲社會 因為當人的所得上升的時候 你用在不同財貨上面的 那個消費比例的變重 Angers Law 剛剛提出的這個Angers Law 這個19世紀的經濟學家 他的觀察是這樣說 他就說 對那時候稀優的人來講 假設你花的錢是100% 當你沒錢的時候 你的花費裡面 有很大一部分 會是用在食物上面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 是用在必須品 必須品 可能是 是指衣服 然後生活的一些 一些耗材 消耗的東西 衛生紙 什麼租屋式類的 那時候可能沒有衛生紙 不過就是生活上 一些消耗的東西 他說 隨著所得的增長 你用在食物上的 花費的比例 會減少 然後呢 用在必須品上面的 花費的比例呢 大致上是不動 然後呢 那用在其他的奢侈品 我寫英文 那比較低 largeary largeary 或是說儲蓄 saving 比例會上升 這個是Angler's Law 那我說為什麼這個東西 跟所得彈性有關係呢 我們來看看 什麼叫做所得彈性 所得彈性 所得彈性的概念是這個啊 所得上升 變動一個百分比的時候呢 你對這個東西的變動的 那個消費的量的比例是 變動是多少 變動能量是多少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什麼叫做 什麼叫做那個消費比例 你的消費比例 你用那個產品上面的那個消費比例 是這個意思 你消費的 你用在這個產品的 花的錢呢 佔你的所得的比例 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東西是 譬如像我用 以食物為例 食物 食物為例 你用在食物上面的錢 是什麼意思 pf乘上qf嘛 對不對 那我說這個叫做 你用在食物上面的錢的比例 他底下所得是什麼 income 對不對 income 對不對 你用在食物上面的 花費的比例 花費的比例 消費或花費的比例 是這個意思啊 對不對 所以你今天 你看到 如果今天 今天你所得上升10% 所得上升10% 價格沒有變動 然後呢 數量上升的幅度 上升的幅度小於10% 這是什麼意思 所得彈性小於1 對不對 所得彈性小於1 所得彈性小於1 就是這個意思 所得彈性小於1 就是這個意思 所得上升10% 你用在 你對食物的消費量 會增長 增長會下降 不過就是 這變動的幅度小於10% 小於正10% 這是所得彈性小於1 對不對 那如果是這個樣子的時候 你會看到什麼現象 你用在食物上面的 整體的花費的比例呢 會下降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 M-Guerth Law呢 他的這個觀察 當水的所得上升的時候呢 在CO19世紀的時候 用在食物上的花費會減少 用在食物上的花費的比例會減少 這件事情其實 就是implied的一個事情 implied就是 所得彈性會小於1 這件事情 所得彈性會小於1 同樣的 如果我們今天來看必需品 我們今天來看必需品 necessary 你用在necessary上面的花費是什麼意思 花費比例是什麼意思 P necessary乘上Q necessary 除以income 對不對 除以income 所以如果所得上升10% 你的QN呢 也上升10% 一模一樣的10% 這表示什麼意思 所得彈性等於1 那表示什麼意思 就是表示 所以這時候你這個東西會不變 你這個東西會不變 你用在必需品上面 花費的比例會不變 所以angle slope 這個人在19世紀 對西歐的這個歐洲 西歐社會的觀察 其實就引開了所得彈性的這個概念 所以所得彈性的這個概念 基本上是可以幫助你在判斷這個事情 當所得增長的時候 一個國家所得增長的時候 哪一種產業 哪一種產業 變成一種市場 它的規模會擴大 它的規模 它的規模擴大會比較快 它的規模擴大比較快 所得上升 比如像說 從1萬塊變成2萬塊 你本來用在實務上的花費是5千塊 現在可能變到7千塊 你像是上升 可是相對來說呢 用在教育 可能本來是2千塊 現在可能變4千塊或5千塊 所得從1萬變到2萬 可是教育的規模還從2千塊變到5千塊 這個就是你就知道它規模上升會比較快 所以所得彈性就是讓你判斷這個事情 可以讓你做這個判斷 所以這個是所得彈性的概念 有沒有問題 這個部分 OK啦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開新的totic 我們就開king a dive 這就上個禮拜 我們跟大家談的 這個留到最後一個還沒有講的 好 那我們今天呢